第二千八百二十一章身份暴露 是 此话一出 全场瞬间一片死寂 全都难于置信看着叶凡 这个震惊 不是震惊叶凡的身份 而是他直接承认自己的底细 这一出 把很多人弄得难受至极 好像一拳打了个空 硬婆也是一愣 你说什么 叶凡淡淡开口 我说我是叶堂少主 我是赤子神医 硬婆欣喜若狂 你承认了 沈帅 你看 他承认了 他承认是叶堂少主了 沈楚歌咬着嘴唇 欺然望着叶凡出声 叶少 你真是叶堂少主 叶凡一笑 我不是 硬婆怒道 小子 你刚才还承认自己是叶堂少主 现在又出尔反尔了 玩我们吧 子乐公主和夏太极 他们也是横眉怒相 愤怒叶凡这种 耍弄他们的态势 叶凡目光望向了沈楚歌 不知可否出声 沈小姐你看 硬婆和子乐工作他们的态势 就是要我承认叶堂少主 我认或不认 他们都要希望我是叶堂少主 也要把我弄成叶堂少主 这就跟你们去测试一块玻璃 是否坚硬时 它再怎么坚硬 结局只会是破碎 叶凡语气淡漠 所以我干脆一点认了就是 听到叶凡这一番话 硬婆脸色一尘喝道 小子 别牙尖嘴利 别想着混淆是非 蒙混过关 我告诉你 你的身份 关系到大是大非国家存亡 是不可能让你三言两语忽悠过去的 今天我们绝对能够搞清楚你的底细 我们有十足的人证物证表明 你是叶堂少主 我们还有十足的手段 证明你绝不是下国子民 我们之所以不拿证据出来 直接钉死你 是沈帅仁善想要给你一个 坦白从宽的机会 硬婆对叶凡发出了警告 你再不好好珍惜 可不要怪我们不念交情了 没等叶凡出声回应 铁木精也森冷一笑 叶凡 今天我能够出现在燕门关 紫乐公主她们也飞过来 你还看不出形势的变化吗 如不是我有让沈战帅和下参长 幸福的证据和手段 你觉得沈战帅会让我这个死对头 出现在这里 我们双方死了这么多人 还都是血海深仇 没一点实质性的共识 能暂时撇弃恩怨同仇敌忾 叶凡 还是痛快一点承认自己身份吧 不然你自己不体面 就别怪我们帮你体面了 那会非常的难看 铁木精语气风轻云淡 脸上却有着扬眉吐气 所有的耻辱 今天都能够讨回来了 叶凡淡淡一笑 别说那么多 有证据就拿出来 证据 白衣女战官怒笑一声 下国原本风平浪静 虽有暗涌 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可你这个屠龙殿特使出现之后 整个下国就整天鸡犬不宁 屠龙营地被血洗 明江战士家族分崩离析 天南行省山海会被打穿 铁木青总督身败名裂 五城五盟一脉一主 沈少爷被你劫持失踪 剑神被你诱导 发出错误讯号 沈家和天下商会就此火拼 让无数将士横死 无数子民生灵涂炭 下国现在几经四分五裂 就是拜你赤子神医所赐 所有事情的发生也都是随着你的轨迹而行 他把搜集来的情报全部丢在叶凡的面前 这些足够证明你霍乱下国的居心 不够 叶凡不知可否一笑 在场那哪一个人不是一将功成万古枯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确实跟我有关 但那是我的战绩 证明不了我霍乱下国 要不然你拿沈七叶或者铁木巾的轨迹看一看 他们是不是一样让无数将士横死子民流离失所 叶凡很是从容 只怕他们手里的鲜血比我更多更浓 硬婆声音一冷 叶凡 都这个时候了 狡辩还有意思吗 好 你不要提面 那我们就帮你提面 硬婆大手一挥 来人 有请唐小姐 在叶凡淡淡一笑中 门口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唐若雪带着卧龙几个人出现 他脸上带着一丝急切 一丝焦虑 似乎想要尽快见到什么人 走入茶楼 他看到大厅坐着这么多人 止不住一愣 还有一丝茫然 唐若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先是被硬婆请到爱丁堡见轻仪 随后又说要来望北茶楼 他上前几步对硬婆开口 硬婆 轻仪在哪里 我要马上见到她 硬婆绽放一个玩味笑容 走到唐若雪面前朗声开口 唐总 轻仪正从车里出来 很快就来到这里了 不过有一个条件 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们 台上的叶阿牛身份 她是不是赤子神医 是不是你前夫 你坦诚告诉我们了 你就可以带轻仪走了 如果唐总睁大眼 说瞎话包庇她 那很抱歉 轻仪无法让你带走 硬婆干脆利落地提出条件 接着手指一点叶凡 她是不是赤子神医 唐若雪一正望向了高台上的叶凡 她微微皱眉 感觉到叶凡好像千夫所指 正要说什么 却看到门口又一阵喧杂 接着几个身穿蓝衣的女战兵 推着一个丑陋女人出现 丑陋女人坐在轮椅上 神情憔悴 眼睛紧闭 好像昏睡 看到丑陋女人 唐若雪身躯一颤 下意识喊道 轻仪 轻仪 你还活着 太好了 果然是轻仪 唐若雪条件反射要冲过去 却被硬婆带人拦住了 硬婆趁热打铁 唐总 给我一个答案 为了顺利接回轻仪 以及叶凡昨天利用自己的恨意 唐若雪很是痛快之人叶凡 没错 她是叶凡 她是赤子神医 她是我前夫 她后背有七枚佛珠组成的梅花胎迹 不过你们不能伤害她 你们替我找回了轻仪 我替你们指正了叶凡 这一轮互不相欠 但沈家依然欠我一个 营救几十号沈氏家眷的天大人情 我用她换叶凡的安全 你们如果敢伤害她 我今天跟你们同归于尽 说完之后 唐若雪就带着卧龙和几个佣兵 冲过去拥抱轻仪 在她看来 用叶凡从水深的下国狼背滚回神州 换取轻仪的安然无恙回归 很值得 硬婆文言欣喜若狂 对着叶凡手指一点喝道 叶凡 你前妻都指认你了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等叶凡出声回应 一声娇笑从楼上传出 接着一道倩影跃入高台 铁目无跃像是灵猫一样 钻入叶凡怀里 笑声咯咯咯的很是悦耳 唐若雪跟叶阿牛有仇 她说的话没有半点可信度 至于背后胎记更是荒谬 我家阿牛身上 没有佛珠 只有我铁目无跃 她度我不度佛 说完之后 她一转叶凡背后 刺来一声撕破了她的衣衫 后背 没有佛珠 只有铁目无跃 跨坐叶凡上面的刺青 第2822章底牌再出 刺青上 铁目无跃不仅在叶凡上面 两只小脚还微微绷紧 涂了红色指甲油的脚趾 更是红烟刺眼的呈现在众人 一颗颗 像是豆蔻一样 很是撩人 看到这一幅相艳的图像 沈楚歌柳梅道树 怒骂铁目无跃不要脸 硬婆和沈楚 他们却是大吃一惊 怎么都没想到胎记被掩饰了 他们相信 唐若雪给出的叶凡特征 肯定没有水分 他们也看得出 那红烟烟的脚趾 就是佛珠胎记 只是此刻被铁目无跃 提前掩盖 也就无法成为证据指正了 铁目金和紫乐公主 他们也都是聪明人 一眼就能看出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不得不感慨 铁目无跃步步先机 把叶凡身份的 致命漏洞之一堵上了 唐总 硬婆下意识望向了唐若雪 似乎想要她再给一个 叶凡的特征 唐若雪看出了 硬婆的心思开口 咱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了 我前夫叶凡背后 有七颗佛珠胎记一事 也绝对没有水分 至于怎么证明 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唐若雪很直接地 拒绝了硬婆要求 还挥手让两名佣兵 把轻仪迅速带离现场 硬婆脸色难看 却没有跟唐若雪撕破脸皮 唐若雪手里的佣兵 和卧龙急起急手 一棍子打不死 就会撕咬自己一口 这时 铁目无跃低头 亲吻了叶凡后背一口 随后拿起一件外套 给叶凡遮了上去 她不仅阻断了 沈楚歌望着叶凡的目光 还挑衅式地 向沈楚歌微微一挑下巴 似乎在说 沈楚歌永远比不上自己 沈家宝一战中 大出风头的沈家女婿 变成了她的男人 沈楚歌果然怒了 铁目无跃 你太不要脸了 铁目无跃眉眼如画 浅浅一笑 沈楚歌你这个不要脸 是骂我刺了这个图案 还是骂我抢了你的男人 我想 你气愤的 肯定是叶凡抛弃 你跟我在一起了 老实说 我也不想抢走叶阿牛 可是你沈楚歌不中用啊 叶阿牛对你们沈家这么好 三番两次拯救了你们沈家 可你们沈家 却一直提放着她 沈家上下不仅不践行 沈家宝的承诺 还总是给她弄些添堵的事情 而你沈楚歌 一直无所作为 让叶阿牛越来越失望 所以你不珍惜和在乎的男人 只能我铁木无越来疼惜了 这也就注定 你这辈子唯一能超过的机会 都被你自己优柔寡断 一手捏灭了 你与其骂我不要脸 还不如骂自己瞻前顾后 铁木无越站在叶凡的后面 脸上带着居高临下的巨傲 沈楚歌差点被气得吐血 你 铁木无越 你确实不要脸 这时 铁木精抬起了头 盯着铁木无越冷笑一声 你这个贱人 不仅汪恩负义 捅铁木家族刀子 还背叛下国 伤害子民和国本 这几战 生灵涂炭 薛氏等战区受损 下国几近分崩离析 为了一个男人 你背叛铁木家族 背叛天下商会 背叛父亲和我 不觉得白眼狼吗 为了一个外人 你不仅背叛生你养你的祖国 还联手他一起 往死里捅下国 不觉得太没底线吗 你这是对子民的犯罪 这是对下国的背叛 你是我们铁木家族的耻辱 你是要被下国人民 定在耻辱柱上的下女干 铁木精不顾伤痛 向铁木无越倾泻着恨意 他真被铁木无越的 无情无意破防了 想到自己在沈家宝 被叶凡和铁木无越 差点弄死的一幕 铁木精一切儒雅和矜持 都不复存在 LodaBV7 3 养了铁木无越这么多年 凶辞媚孝这么多年 一旦翻脸 铁木无越对他下手 不带半点犹豫 子乐公主和夏秋叶 也都充满敌意 望着铁木无越 叛徒 面对众人的唾弃和鄙视 铁木无越脸上没有在乎 声音清晰而出 铁木精别说那些煽情的话 对我来说没半点用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你们应该知道 我做人做事的作风和手段 一旦成为我敌人了 我动手是毫不留情的 再说了 铁木家族对我有灭族血仇 我不弄死你 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几百口族人 至于什么背叛下国 背叛子民 这种泼脏水的幼稚行径 就别再玩了 唐若雪刚才已经说了 他前腹后背有七颗佛珠胎迹 我刚才已经亲自撕破衣服 让你们看了 叶阿牛身上一颗佛珠胎迹都见不到 所以叶阿牛根本不是什么赤子神医 更不是什么叶堂少主 铁木无悦看着铁木精戏血 你们想要发难就直接动手 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铁木精嘴角牵动不已 咬牙切齿喝道 叶阿牛身上没有七颗佛珠胎迹 是你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然后提前做了准备 叶凡的赤子神医身份 是你铁木无悦告诉我的 当你背叛铁木家族投靠叶凡后 你就想到了这个致命软肋 你猜到我迟早会戒破叶凡身份 给予雷霆一击 铁木精喝出一声 所以你提前堵住这个漏洞 不给我发难机会 铁木无悦 你还是一个下国人吗 这时 下秋夜也走了上来 脸上带着一股子厌恶 以前咱们虽然是敌人 可我从来没有过多仇恨你 因为觉得双方争权夺利 是生存法则 我也一直让神楚歌向你学习 还把你设定位将来要超越的目标 可没想到 你为了活命 为了利益 勾结外人损害下国的国本 你就不配做一个下国人 我以你身上流淌下国血液为耻 我不求你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但求你做个人不要损害下国 行吗 下秋夜高高在上训斥着铁木无悦 不然你将来死了 怎么见列祖列宗 夫人 你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贱人 铁木无悦冷笑一声 铁木经背后经主众所周知是瑞国王室 铁木家族崛起 下国王权没落 各方拥兵自重 全是铁木赐华父子跟瑞国勾结所谓 他们才是真正勾结外人 霍乱下国的国贼 铁木经公然勾结外人 接受外人援助 霍乱王室和下国 人证物证巨在 叶阿牛身份 唐若学已经反证不是赤子神医 你们也没实证指证他是外人 你不对真正勾结外贼的铁木经 却来对我 你是脑子进水 铁木无悦喝出一声 还是觉得我和叶阿牛是软柿子 你 下秋夜气得一阵心痛 想要反驳 却不知道怎么回应 看到战火燃烧到自己身上 铁木经板起脸 喝出一声 铁木无悦 我告诉你 别以为浑水摸鱼就能过去 你别以为我们今天过来 只有这一招指证 如果我们只有唐若学这一张牌 我们今天也不会这样轻举妄动吗 他一声令下 来人 把黄埔博士他们请入进来 第二千八百二十三张 怎么给我交代 随着铁木经的喝叫 门口再度生出了一阵响动 先是一对黑水台精锐 推着一个黑布裹着的大大箱子 进入茶楼 箱子堪比一个集装箱 推入进来 占据了好大一片地方 接着 又有十几个身穿白大褂的男女 大不留心走入了进来 领头的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 身材高挑的年轻女郎 瓜子脸 大长腿 气质高冷 漂亮得很有侵略性 特别是他毛子中的淡漠 给人一种是天下万物 为出口的态势 他的出现 不仅子乐公主和夏太极他们露出恭敬 就连铁木经也都和善不少 众人纷纷打着招呼 黄蒲博士 毫无疑问 这女人很有地位和价值 金发女郎微微汗手算是打了招呼 说不出的巨傲和高高在上 铁木无悦看到这个女人 毛子微微眯了起来 带着一抹冷冽和凝重 叶凡则没有在意这个女人 而是目光炽热盯着大大箱子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箱子一进来 叶凡的左臂就蠢蠢欲动 这种蠢蠢欲动 不是老朋友的相逢 而是捕捉到猎物气息的兴奋 如不是叶凡用意志力克制 左臂都会抖动着带叶凡前行 这时 黄蒲博士走到铁木经旁边开口 公子 东西带来了 好 打开 铁木经干脆利落偏头 几个白大挂人员上前几步 把黑色布料掀落了下来 哗啦一声 大大箱子瞬间呈现在众人面前 箱子全是玻璃打造 能让外面的人看清楚里面东西和动静 叶凡的视野中 箱子一分为二 四分之一是一个微型操控室 操控室有着各种仪器 仪器搏接着好几条电线 箱子的另一半 则是一个玻璃房子 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 更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地方 只是顶端有一盏宛如手术师大灯一样的灯罩 灯罩里面有不少小灯 一开 能够像是蓬松头一样倾泻灯光 覆盖整个玻璃房子 铁木精抬头望向了叶凡 脸上带着一股子凝笑 叶凡 你面前的是基因实验室 你是赤子神医 你应该清楚 每个国家的子民都有自己的特定基因序列 灯罩里面的灯光是收集无数下国人基因后改造出来的 它也算是一件半成品的基因杀器 不过它的杀伤力对下国子民开了后门 被这种灯光射中 如果是下国人基因 那它就等于被手电筒照射 屁事都没有 但如果不是下国人基因 这种灯光一照 它就会被击中击伤 甚至死亡 它称得上一盏照妖灯 你不是口口声声 说自己不是赤子神医 不是叶唐少主吗 那你就进去实验室照一照 看看你身上流淌的是不是下国人基因 铁木精气吞山河喝道 你敢应战吗 听到这一个介绍 硬婆和夏秋叶她们都惊呼不已 没想到有这种甄别基因的大杀气 她们也都生出了一股兴奋 感觉叶凡原形很快就会现出来 到时铁木无悦 再怎么牙尖嘴力都没用 叶凡正要出声 铁木无悦伸手一按她肩膀 随后她对铁木精冷笑一声 这东西你说能区分就能区分啊 铁木无悦 我就知道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铁木精大笑一声 质疑我这高科技东西 你简直就是土包子 来人验证给她看看 随着铁木精的指令 黄胡博士迅速进入操控室操控一番 她搏接了线路 运行了系统 接着启动了实验室仪器 她走了出来 表示自己不再操控仪器 接着黄胡博士手指一点玻璃房的红色开关 这是自己控制灯光的开关 铁木精没有废话喝出一声 金布衣进去 按下红色开关 让灯光照你 照一分钟 照够时间再出来 铁木精还让人拿来一个时钟倒计时 背后的金布衣咳嗽了几下 没有半点推脱 沉默着走入了玻璃房子 她伸手一按红色开关 叮得一声脆响 灯光开启 无数光线从头顶嗖嗖嗖落下 玻璃房很快被光线笼罩 宛如一根根铁丝 金布衣身上也多了几十道光线 只是光线很柔和 不刺眼 不伤人 十秒 二十秒 三十秒 一分钟 金布衣毫发无损 一分钟 够了 铁木精打出手势 金布衣 出来吧 金布衣关掉红色按钮 走了出来 露打BV7 铁木精又微微偏头 紫乐公主 也请你进去验证一下 紫乐公主看了铁木精一眼 随后也扭着腰肢进去 她跟金布衣一样 亲自打开红色按钮 任由头顶的灯光笼罩自己 一分钟后 她也安然无恙出来 接着铁木精还让硬婆几个人先后进去验证 一番操作下来 下国血脉全都毫发无损 铁木精脸上很是得意 望着高台上的叶凡和铁木无悦开口 铁木无悦 赤子神医 你们看到了 下国血脉 一点是都没有 下面 再让你们看看 同样的操作 不是下国子民会怎么样 她对着沈战帅开口 沈帅 借几个外籍死球一样 不需要沈七叶回应 下餐厂就让铁刺弄来三个外籍男女 双眼无神 伤痕累累 是沈家在燕门关挖出来的敌方探子 你们轮流进去 启动红色按钮 撑上三十秒 铁木精对三名外籍男女喝道 谁活下来了 谁就能离开燕门关 一名受了不少折磨的白发男子 最先冲进去 折磨太多 死活无所谓 只想要一个痛快 啪 白发男子迅速打开红色按钮 柔和灯光再度从头顶倾泻下来 只是这一次 白发男子没有跟金布衣和硬破一样安然无恙 几乎是灯光刚刚笼罩 他就惨叫一声 头顶和身上扑扑扑多出十几个细小血洞 一缕缕白烟随之腾生 三秒不到 他就倒在地上失去生机 而灯光继续动穿他的身体 似乎要扼杀他身体某种基因 铁木精微微偏头 关掉按钮 把他弄出来 在铁刺的示意中 黑水台精锐进去关掉灯光 把白发男子尸体拖出来 接着地板重新擦拭干净 铁木精又让一名外籍女人先后进入 一开灯光 外籍女人同样惨叫一声 身上多出十几个血洞 重重倒在地上死去 为了避免赤子神医说 我们暗中操控 我们再深度一点验证 一个下国血脉 一个外籍人士 同时进去验证 铁木精让沈七叶派一个高手 带着剩下一名外籍探子进入 沈七叶让铁刺提着外籍探子 去玻璃房验证 铁刺也没多说什么 带着外籍探子进入 接着开启红色按钮 一阵灯光倾泻下来 外籍探子穿出不少血洞死去 提着他的铁刺 却屁事都没有 太八道了 太妖孽了 太变态了 硬婆 东郎和沈楚歌他们见状 指不住牵动嘴角 一个个暗呼 这玩意未免太厉害了 放在战场上 简直是杀敌一万 自损未灵啊 如果铁木精再细化一点 专门用来对付铁木家族 和天下商会意外的人 沈家和边君怕会顷客崩散 这也让沈七叶 一直纠结的眸子 多了一丝释然 他心里做出了最后决定 叶凡也是眼皮直跳 呼吸急促 不过他不是怕 而是全力压制左臂 饥可难耐了 这时 铁木精转头望向了叶凡 脸上说不出的意气风发 叶凡 十几个人先后验证 足够证明 这照妖灯没有水分 他就是一个能甄别下国子民血脉的科学利器 他喝出一声 你现在要么下来验一验 要么承认自己叶唐少主身份 叶凡没有回应 只是站了起来 上前两步 扫视着沈家众人 他喝出一声 你们觉得我叶阿牛需要验证吗 东郎南英他们没有出声 铁资大人他们也没有出声 李太白和夏秋叶 他们也没有出声 沈楚歌也咬着嘴唇躲避叶凡目光 沈画四个张张嘴想要说不用验证 却被硬婆灵力眼神压制了回去 沈家众人集体沉默 没有回应 就已经是回应 去吧 叶少 不要逃避了 也不要煽情了 沈七叶看着叶凡一叹 是黑是白 一验就知道 验一验没有问题 叶凡看着沈七叶淡漠开口 但如果我平安出来 你和沈家怎么给我交代 第2824章一步一步一步 交代 要什么交代 清除他国探子 还夏国朗朗乾坤 是每个夏国子民应尽的义务 国本位上 国家利益未尊 为了夏国 哪怕杀你全家 你也要跪下来喊交万万岁 现在给你机会自证清白 已经是沈帅天大恩义 你有什么资格说交代 别说你身份不明 就算你是真正屠龙殿特使又怎么样 当年夏坤伦最久被误人碰了魏飞 被打三十军棍 还不是一边挨揍 一边喊着谢主荣恩 你有什么资格斤斤计较的 硬婆站出来阵阵有词 一顶又一顶帽子 往叶凡身上扣着 他是敌国探子 那众人针对他诛杀他是理所当然的 他是夏国子民 那出于夏国利益考虑 委屈叶凡也是正常的 硬婆很是灵活地给沈七叶和自己留着退路 叶凡看都没看硬婆一样 只是缓步走到沈七叶和夏秋叶等人面前 叶凡看在沈楚歌份上给着最后一次机会 沈帅 沈夫人 今天这一出就是一场阴谋 一场杀人诛星的阴谋 铁木精不仅要借着基因实验室杀了我 还要破裂沈家和屠龙殿联盟关系 重新扭转战局 薛氏大军覆灭 铁木无越被判 四十万铁木大军重创 就连铁木精也只剩下半条命 这个时候 咱们最应该做的 是齐心协力两边夹击 彻底崩散铁木残疾 挥兵北上擒王 这个时机 乘胜追击才是真正的王道 而不是被铁木精忽悠来质疑我的身份 挑拔咱们的关系 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用心想一想 自从我在你们阵营出现后 我都做了什么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行动 有没有给你们带来好处 你们再想一想 我的所作所为 有没有损害你们利益 损害下国国本 恰恰相反 我是在替你们替下国 除掉最大的毒瘤铁木精 叶凡语气前所未有的平静 却如惊雷一样 冲击着沈七叶等人的心灵 叶凡曾经做过的事情 一件接着一件 从不少人脑海中浮现 沈家宝力挽狂澜一战 单枪匹马断后一战 抵在咽喉的薛氏战区一战 四十万铁木大军崩散一战 每一战都对沈七叶和沈氏重将至关重要 每一战都关系到沈氏家族和叶门关的生死存亡 哪怕再怎么掩盖和淡化叶凡功劳 但他做过的事情都无人能及 突鹰站倒那一战 如不是沈七叶瞻前顾后 叶凡已经灭了四十万铁木大军 可以这么说 叶凡已不是沈家功臣 而是在世恩人 沈家众人情绪复杂的时候 铁木精却是呼吸急促 不断攒着拳头 恨不得垂死叶凡 他的江山 他的荣耀 他的铁木无悦 就在叶凡这一连串打击中慢慢失去 在沈七叶和夏秋叶的沉默中 叶凡又上前一步看着他们开口 我对沈家贡献这么大 给为夏国付出这么多 你们却不相信我 而相信一个敌人 你们不觉得很荒谬吗 我重创铁木精后 想过一百个一千个铁木精的报复方案 唯独没想到是你们做了他的剑 沈帅你们这是要轻者痛愁者快啊 而且以铁木精的性格和野心 把我清除之后 他会继续对你捅刀 叶凡叹息一声 你跟我破裂 等于自断一臂 沈华四女下意识喊道 沈帅 叶少真是好人 闭嘴 没等沈七叶出声回应 夏秋叶就板着脸喝出一声 叶阿牛 你如果真是夏国子民 真是为夏国好的 那就痛快走进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只杀非夏国子民血脉的人 你心里没鬼 根本不需要惧怕什么 漏大VV7 3 至于其他恩情 其他煽情的东西 你没必要浪费时间喊出来 大师大飞面前 我们是绝对不会心软的 夏秋叶对着实验室一侧手 叶特使 请验证 沈七叶避开叶凡目光 叶兄弟 侧是一个 你好我好大家好 白痴 铁木无悦走过来 伸手挽住了叶凡 柳梅一束扫视着沈家众人哼道 沈七叶 你们是真的脑子进水 还是心里真的容不得叶阿牛 你以为这真是什么基因测试实验室吗 幼稚 这就是一个专门杀死叶阿牛准备的陷阱 不管叶阿牛是不是下国血脉 只要他进入实验室了 他就会被光线杀死 我敢断定 这基因实验室的光线 绝对可以人为操控 叶凡进去了 一定会被光线攻击 你们想要跟叶阿牛决裂就直说 不需要多一个这么大的弯子 你们要翻脸 那就直接翻脸啊 叶阿牛是绝不会进这个基因实验室的 铁木无悦还拔出一把刀 当的一声定在沈七叶等人面前 他喝出一声 来啊 直接翻脸 直接厮杀 听到铁木无悦的话 铁木金安娜不住大怒 一拍轮椅喝道 铁木无悦 你真是一个贱人 死到临头 还维护叶阿牛 我告诉你 这基因实验室 是铁木家族最核心的大杀器之一 三千多亿投入 十六年耗费 八百名瑞国和下国国士日夜研发 十万次实验 我们不至于为了陷害一个敌人 搬出这样一个国之力气 也就是叶阿牛身份敏感 下国危在旦夕 我才拿到父亲授权 带着黄埔博士他们过来 再说了 你不相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黄埔博士 铁木金贺道 他可是下国最有潜力 最有价值 受万人敬仰的第一国士 黄埔博士看着铁木无悦和叶凡 这实验室但凡有猫腻 你们随时拿走我脑袋 简单 干脆 却自信 铁木无悦抓着叶凡的手一紧 叶凡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安心 随后他对着沈七叶他们开口 问你们最后一次 你们确定需要我验证 夏秋叶第一个出声 请叶特使验证 硬婆也宁笑喊道 请叶特使验证 东郎和铁刺等沈家众人 也低着头出声 请叶特使验证 沈楚歌身躯微微颤抖 嘴巴张大 字眼好像有千金之重 但最终 他痛苦闭上眼睛 请叶特使验证 话一出口 他就泪流满面 他知道有些东西从自己掌心溜走了 沈七叶也一侧手 叶兄弟 请 好 面对众人的施压 叶凡不仅没有生气 还放声大笑 沈家想要我验证 我今天就验证给你们看 你们不相信自己盟友 却去相信杀一心想要你们死的敌人 我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 你们是怎样的愚蠢 怎样的自以为是 叶凡的声音响出了每一个沈家人的耳朵 我要让你们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地看着自己走向深渊 第二千八百二十五张 非我足类 这一刻 叶凡心里最后一丝纠结也没有了 所有的情分 所有的缘分 都有了一个了结 撕破脸皮后 叶凡就能更加没有心理压力 更加从容不迫了 铁木精哼出一声 叶阿牛 别废话了 赶紧进去吧 叶凡恢复了冷冽声音一沉 我当然会进去 但我一个人验证不够 你铁木精 还是沈战帅 都要进去一验 他喝出一声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去实验室 同时验证 此话一出 铁木精等人脸色巨变 沈七叶也皱起了眉头 叶凡目光锐利扫视众人 声音响彻着整个茶楼 怎么 我叶阿牛进的 你们进不得 或者你们才是下国的非我足类 身上流淌的不是下国血脉 而且没有你们陪着我进去 我的安全保障 谁来给付 铁木吴越刚才的推测 是绝对可能存在的 这个实验室 就是用来杀我的陷阱 不管我什么血脉 是不是下国子民 只要进去了 你们就远程杀我 一旦这样 我不仅白白丢掉性命 还会带着脏水 身败名裂 叶凡喝出一声 所以我必须要一个 公开公平 公正的安全保障 黄福博士声音一冷 我担保这个实验室 没有猫腻 实验室是铁木家族赞助的 你们是铁木精的人 你们说没有猫腻 就没有猫腻啊 叶凡毫不客气打击 而且区区一个 黄福博士的声誉和脑袋 还不足于我 钻进实验室去冒险 黄福博士 翘脸一寒 想要反驳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铁木精深深呼吸 一口长气 盯着叶凡 绽放一个玩味笑容 叶阿牛 我很想跟你进去 可是我有伤在身 而且我担心你暴露身份 或者垂死挣扎的时候 你抱着我同归于尽 所以我不可能跟着你进去 不过你的担心我也可以理解 我可以让子乐公主 或者南宫猎羊 跟你一起进去 铁木精补充一句 或者他们两个陪你一起进去 这样就不担心我们搞鬼了 叶凡冷笑出声 他们分量不够 分量不够 铁木精冷冷开口 你还要谁进去 你自己在铁木阵营任选一个 当然 除开我之外 叶凡看出铁木精不可能钻进去 也没有废话 手指一点黄蒲博士 他喝出一声 我要黄蒲博士和南宫猎羊一起进去 铁木精皱起眉头 神情有点犹豫 显然黄蒲博士价值巨大 担心叶凡临死时 拉着他一起死 黄蒲博士声音一寒 小人之心 好 我跟你一起验证 公子 你们不需要替我担心 光线一射 非我足类 会立刻万箭穿心 绝不会有攻击能力 叶阿牛是不可能抱着我一起死的 而且我也是准得进高手 叶阿牛拉我一起死 没那么容易 为了让叶凡暴露原形 黄蒲博士愿意亲自犯险 黄蒲博士大意 铁木精大手一挥 叶阿牛 我答应你 黄蒲博士和南宫列扬跟你进去 好 叶凡又扭头望向了沈七叶 沈帅 一起验一验吧 没等沈七叶出声回应 夏秋叶就脸色一寒 沈帅是十万边军统帅 是沈氏家族之主 怎能跟着你一起验证 就跟铁木精所说 万一你垂死挣扎 抱着人同归于尽 沈帅岂不是给你陪葬 我让沈楚歌跟你一起进去 夏秋叶望着叶凡出声 我女儿应该有分量 叶凡与其淡漠 扫过沈楚歌一眼开口 沈楚歌分量不够 因为我觉得 你们随时会牺牲他 万一你们把我跟他一起杀掉 我岂不白死 叶凡望着沈七叶淡淡追问一声 沈帅 不意气走一遭 沈七叶目光温和看着叶凡 声音不虚不及 我很想跟叶兄弟一起验证 只是人在高位 身不由己 虽然我觉得叶少 不会临死拉的垫背的 我也相信黄埔博士的 基因实验室没有问题 但凡是不怕万一 就怕亿万 所以请叶兄弟 换一个人进去吧 他手指一点沈家阵营 任你挑选 LodaBV7 3 叶凡冷笑一声 好 我退一步 沈战帅可以不进去 但应婆必须跟我进去 不然这一局不用验了 因为你们都担心 这担心那不想冒险 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实验室 轻身犯险 叶凡手指一点应婆 一句话 进还是不进 应婆不置可否的冷笑着站出来 好 叶阿牛 我跟你进去 说完之后 他就大不留心向前 黄埔博士和南宫列阳 也走向了实验室 叶凡也要上前 铁木吴越伸手 一拉叶凡 叶阿牛 他的眸子 有着一丝担心 因为他知道 黄埔博士 是有点东西的 叶凡安抚铁木吴越一声 放心吧 我是经受的助考验的 好 我等你活着出来 铁木吴越 给了叶凡一个拥抱 活着出来了 今晚给你解锁 叶凡咳嗽了一声 随后松开女人 走入实验室 里面 已经站好黄埔博士 硬婆和南宫列阳了 叶凡一笑 扫失实验室一番后 让人在地上 弄了一个圆桌一样的 电动转盘 为了公平 也为了减少光线 针对我 我们三个手玩手 站在高速转盘上 我们三人 随着转盘转动的时候 南宫列阳 开启红色按钮验证 叶凡声音淡漠 如何 叶阿牛 科学面前 你一切伎俩都没有意义 黄埔博士 第一个站到转盘上面 硬婆也一脸鄙夷 扫过叶凡 将死之人 还搞这么多事 等他们两个站上去后 南宫列阳 也走到了红色按钮旁边 叶凡呼出一口长气 站上转盘 接着左手挽着黄埔博士 右手挽着硬婆 在铁木吴月等人的目光中 叶凡对南宫列阳偏头 开始 啪 南宫列阳也没有废话 先是一按电动转盘的开关 嗚 电动转盘迅速旋转起来 手玩手的叶凡三人顿时变成一串幻影 叶凡再度喝道 按 南宫列阳一把按下红色按钮 实验室头顶灯光瞬间嗖嗖嗖倾泻下来 叶凡 硬婆和黄埔博士请客被白色灯光笼罩 高速旋转中 所有光线 三人都是雨露均沾 啊 叶凡顿时无比凄厉地嘶吼起来 好像被捅了刀的狗子一样 这一刻 谁都能够感受到叶凡的挣扎 叶凡的痛苦 叶凡的万简穿心 他的身子也在不断颤抖 宛如刚才的几个外籍探子 被穿了十几个血洞一样 只是高速旋转 一时看不到血液从叶凡身上流出 铁幕无悦瞬间揪心 铁幕精一伙神情振奋 齐齐坐置了身子 沈七叶等人也是瞪大眼睛 神情复杂望向叶凡 铁幕精很是高兴 哈哈 现行了 叶阿牛现行了 我就说他是赤子神医 他还叽叽歪歪想要掩饰 科学之下 非我足类 无所遁形 他扯开一个扣子 叶凡完蛋了 铁幕无悦你也完蛋了 下秋叶也是死死抓着想要冲上去的女儿 这叶凡太不是东西了 差点害得我们身败名裂 沈七叶 毛子更是掠过一抹如实重负 砰 几乎是他们话音落下 就见黄埔博士和硬婆 砰一声从转盘跌出 一声巨响 两人重重摔向实验室玻璃 下一秒 黄埔和硬婆五官正对全场众人 扭曲变形 眼神痛苦 无比惊恐 身上溅血 好几个血洞 第二千八百二十六张大是大非 硬婆和黄埔博士没有横死 只是重创 血洞哗啦啦流血 但全都避开了致命的地方 他们像是被捅了刀的母鸡一样 疯狂地挣扎 疯狂地想要逃跑 只是他们的努力全都是白费的 在柔和光线的倾泻中 身上又扑扑扑地多出一个个血洞 不致命 但非常剧痛 大腿 手臂 肩膀 后背 一个个血洞出现 接着 肌肤也多了几十道整齐光滑的切口 宛如锋利刀子一刀刀割裂出来的 随后 他们身上又冒出一缕缕白烟 皮肉好像遭受激光一样 灼烧发出气味 硬婆和黄埔博士没死 但生不如死 他们努力向门口爬去 但剧痛让他们难于动作 爬到门边就勾搂一团 黄埔博士 硬婆 看到这一幕 铁木精和沈七叶他们大吃一惊 谁都没有想到基因实验室会生出这个变故 更没有想到硬婆和黄埔博士会遭受这种千刀万剐折磨 铁木精连连怒吼 快关了按钮 关了按钮 沈七叶更是抓起一把椅子 砸向了实验室大门 啪 在铁木精等人的连连怒吼中 呆愣的南宫烈阳反应了过来 他手忙脚乱地关掉红色按钮 接着又把高速旋转的转盘停了下来 虽然他就在实验室里面 但他跟众人一样蒙比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看到硬婆和黄埔博士这个样子 南宫烈阳又无比庆幸自己没有中招 他寻思硬婆和黄埔博士的下国血脉是不是不够纯 灯光一关 硬婆和黄埔博士也不再爆出血洞 让他们能多一丝力气爬出实验室 砰 在实验室大门洞口涌入一股空气时 高速转盘也缓缓停滞了下来 铁木精和沈七叶等人下意识望向了转盘上的叶凡 他们想要看看叶凡变成什么样子了 叶凡刚才喊叫得那么凄厉那么可怖 哪怕没有立即死去也该千疮百孔了 只要叶凡被诛杀了 硬婆和黄埔博士这个重创意外还是能够接受的 这也让他们忘记去接应硬婆两人了 只是没有想到转盘一停 紧握拳头的叶凡睁开了眼睛 双目炯炯有神 皮肤红润的像是刚蒸了桑拿 脸上也是红通通 无比吃热 除此之外 屁事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无论是沈七叶和铁木精全都呆入木鸡 他们一时搞不清这是什么状况 这个基因武器可是耗费十六年打造出来的 绝对不会基因识别错误胡乱攻击 就算有意外 让硬婆和黄埔博士受到伤害 但叶凡也不该平安无事 难道叶凡真是下国血脉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很大线索都指向叶凡就是叶唐少主 不然他们今天也不会聚集在这里 只是现在这一幕 他们又完全搞不懂发生什么事 铁木无跃则欣喜若狂 叶阿牛 他也意外叶凡能毫发无损出来 这也让他心里有了更深层次的打算 这是有史以来他认识的最强横男人 征服的情绪不可遏制腾生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叶凡就大笑着从转盘上跳下来 他一边抖动身子缓解酸痛 一边向硬婆和黄蒲博士靠近 哈哈哈哈 非我足累 无所遁形 这实验室不愧是照妖镜啊 不仅还我生育 还我清白 还把牛鬼蛇神照了出来 铁木精 你这实验室非常不错 对下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这项目我叶阿牛投了 沈七夜 夏秋夜 你们看到没有 我叶阿牛经受住了考验 我叶阿牛跟南宫猎羊一样 实打实的下国血脉 一等一的忠臣啊 倒是你们最轻信最器重的人 是对下国居心叵测的敌对分子 你们一直觉得我身份可疑 现在硬婆和黄蒲博士现出原形 你们要不要说几句啊 铁木精 第一国是黄蒲博士是不是一类啊 沈战帅 你用了几十年的硬婆是不是一类 LodaBV7 3 说啊 说啊 刚才要我验证的时候 你们一个个大义礼然 现在轮到你们大义灭清了 你们却一个个支支吾吾 家国情怀何在 大是大非何在 下国国本何在 何在 何在 叶凡一声声带着回应的爆盒 像是一道道鞭子 抽在铁木精和沈七夜等人的脸上 不管是铁木精阵营 还是沈氏成员 没有一个人出声和反击 叶凡这脸打得不仅啪啪作响 还光明正大 站出来回应纯粹是自取其辱 叶凡目光逼视众人一番 脸上带着一抹细血 你们不说 那就只能我来说了 非我族类 必有一心 今天 我就替沈家 替铁木家族 替下国诛杀牛鬼蛇神 叶凡很快走到了 硬婆和黄埔博士中间 接着向铁木吴月勾一勾手指 铁木吴月浅浅一笑 左手袖子一挥 墙壁一把消防斧头 嗖的一声飞向叶凡 啪 叶凡一把抓住了红色斧头 大笑 硬婆 黄埔博士 你们还好吗 想不到啊想不到 你们两个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是敌国探子 你们太狡猾 太阴险了 耗费几十年功夫 凹到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位置 嘖嘖 可怕 可不 也可恨 今天要感谢铁木金公子的实验室 也要感谢黄埔博士的自我入瓮 不然还真无法让你们现原形呢 可惜啊可惜 你们两个这么卓绝优秀的人物 竟然是枉我知心不死的敌人 叶凡一边滑步 一边向硬婆两人靠近 非我族类啊 非我族类啊 她没有直接弄死两个人 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 摧残铁木金和沈七叶等人的心 嗯 黄埔博士嗅到了危险 咬着牙捷径全力爬行 硬婆也一边爬 一边嘶吼 叶阿牛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你的 则 这种时候了 还威胁我 叶凡挥舞了几下斧头 你这个外贼是当我下国没人啊 硬婆差点吐血 你 叶凡抡起了斧头 准备谢主龙温吧 叶凡 叶阿牛 铁木金和沈七叶几乎同时吼道 你要干什么 噗 叶凡一斧头落下 直接砍断黄埔博子是右手 接着反手一斧 把硬婆一条腿砍断 黄埔博士和硬婆顿时发出一记凄厉惨叫 铁木金怒吼 叶凡 你不能伤害黄埔博士 沈七叶也吼叫一声 助手 助手 非我足累 齐心必毅 叶凡扭头吼叫一声 这是你们说的 沈帅 说完之后 叶凡又是扶起俘落 又把黄埔博士和硬婆一手全部砍掉 两人发出刺耳惨叫 但换不来叶凡半点怜悯 叶凡像是采助鱼儿一样 让他们只能在原地挣扎 硬婆愤怒不已 叶凡 叶凡 我会记住你的 沈帅也不会放过你的 砰 叶凡一脚踢在硬婆脸上冷笑 猖狂 猖狂 你都现原形了 还这么猖狂 这个时候了 还敢威胁我 当我下国没人 当沈帅和铁木公子是死人 都这时候了 还搬出沈帅来 你难道不知道 沈帅是有大义的 是爱国的 是顾全大局的 我这种拯救沈家 拯救燕门关扭转战局的大功臣 在沈帅的家国情怀 大势大飞中 都不值一提 你一个沈家 供奉算个屁 说完之后 叶凡又是落下衣服 把硬婆一条腿砍了 硬婆又是一声惨叫 啊 第二千八百二十七章 为什么 看到叶帆这么狠辣 这么残酷 铁木精和沈七叶控制不住了 这两人对他们极其重要 在他们片头之中 几十号铁木高手和黑水台精锐 冲了上去 他们刀枪凌厉指向了叶帆 脸上如临大敌 无比紧张 干什么 干什么 叶凡脸上没有畏惧 只是抬起了消防府 一点众人喝倒 你们想要干什么 想要造反吗 想要通敌叛国吗 实验室武器耗费十六年和三千亿 能精准识别下国血脉 以及外族敌人 这是铁木精说的 是黑是白 进去一验就知 这是沈七叶说的 现在我们四个已经验证完毕了 我和南宫列阳毫发无损 黄埔博士和硬婆身受重伤 如不是铁木精提前关闭灯光 他们现在已经横死 现在谁是下国子民 谁是非我族类 一目了然 我堂堂下国血脉的子民 杀两个外族敌人 杀不起吗 杀不起吗 你们手里的枪 手里的刀 是拿来对外族敌人的 不是来对付我 懂 叶凡对着包围上来的众人 吼叫一通 理直气壮 义正词言 让几十名包围的高手面面相去 铁木精 告诉我 叶凡一片头望向铁木精喝道 实验室是专门杀我的 陷阱还是公平公正的验证机器 铁木精呼吸一致 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是诱杀叶凡的陷阱 自己不仅身败名裂 还可能被叶凡就地报复 说是公平公正的验证机器 那就等于说硬婆和黄蒲博士是一类 他只能喝出一声 叶阿牛 万事流一线 不流 叶凡斧头猛的一劈 扑的一声 把黄蒲博士的脖子砍断 接着他一脚踢飞尸体 让黄蒲博士重重摔在铁木精面前 叶凡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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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弄死你 弄死你 看到死不瞑目的黄蒲博士 铁木精悲愤不已连连怒吼 这可是下国第一国事 一旦一星之母 也是基因团队的领头羊 他未来五年 有很大概率可以照妖镜大杀器武装战方 一旦突破这个瓶颈 以后照妖镜就不需要实验室了 人手一把激光枪就能清除非我族类的敌人了 黄蒲博士可谓价值连城 铁木刺华曾经说过 儿子可以再生 但黄蒲博士百年一个 可没想到 这样重要的黄蒲博士 被叶凡这样二话不说砍了 铁木精疯狂吼叫 杀 杀 给我乱枪打死叶凡 他不知道怎么给铁木无话交代 而且他已经醒悟过来 叶凡开始想要拉入基因实验室的人 就是黄蒲博士 而不是他铁木精 叶凡是看出基因实验室的未来杀伤力 所以要把黄蒲博士砍了 减少对神舟威胁 黄蒲博士一死 基因实验室改装进展 搞不好会停止十年 这小子太阴险太歹毒了 铁木精怎能不恨叶凡 给我弄死他 别动 在铁木高手要动作的时候 铁木无悦拿起遥控器淡淡一笑 你们敢不讲规矩攻击夜阿牛 我就引爆这茶楼地底下的炸雷 赋一楼埋藏了三百公斤炸物 以及十吨汽油 一旦引爆 没有一个人能活命 不相信的话 你们就试一试 铁木无悦的话轻飘飘 但却瞬间让全场死记起来 众人都清楚 铁木无悦不仅阴险狡猾 还心狠手辣 他说杀你全家就真的杀你全家 他说同归于尽就真会同归于尽 这顿时让五元甲和紫乐公主等人 忙拉住铁木精劝告 公子 别激动 大局未重 他们过来燕门关 就是混点车马费 拿点公正费 可不想被铁木精拖着一起横死 啪 与此同时 一只带着佛珠的御手 落在铁木精肩膀 手指滑嫩 一抹檀香弥漫 铁木精情绪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收回对叶凡的围杀指令 随后他盯着铁木无怨怒笑 贱人 最好不要落在我手里 不然让你生不如死 落在BV7 三 叶凡一舔嘴角 脸上露出一抹戏谑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有我叶阿牛庇护她 谁都动不了她 随后 叶凡又望向了地上的硬婆 硬婆 黄扶博士死了 该轮到你了 硬婆扭头盯着叶凡 愿赌无比怒道 叶阿牛 我若不死 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她已经从震惊和伤痛中 反应了过来 虽然不清楚自己 怎么会万简穿心 但能猜测肯定是叶凡所谓 这不仅让遭受剧痛折磨 还让她承受一堆脏水 沈七叶等人会相信她的无辜 但下国子民 却只会把她当成探子 一是英明 就辞毁了 硬婆心里无比怨毒 泽泽 口气不小 怨气也深 可惜 你这辈子没机会了 叶凡笑容灿烂 出于私怨 我可以不要你灭 但为了下国 我不得不杀你 感受到叶凡的灵力杀鸡 沈七叶喝出一声 叶少 叶凡抬头望向沈七叶 他们笑了笑 沈帅 有什么吩咐 是不是觉得 易甫杀了硬婆太可惜 你难道想要把她千刀万剐 还是丢入实验室 再来几个万简穿心 再或者 用稀不落的毒药 让她生不如死 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她好啊 叶凡手里的斧头轻轻逆转 一缕血液 缓缓滴落了下来 硬婆怒道 混蛋 有本事弄死我 弄死我 沈七叶没有说话 下秋叶口干舌燥喝道 叶阿牛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饶 叶凡毫不客气回应 斧头抡起 要落下 助手 下参长剑撞爆喝一声 抓起一刀 亲自爆射了过来 至上而下凌空一刀 刀戒人士 忍住刀威 四 空气仿佛被刀硬声撕开 发出刺耳的破空尖叫 叶凡嘴角勾起一抹细血 横起手上燃血的斧头 硬生生挡下对方这一刀 当 一声巨响 叶凡站在原地晃动了几下 恢复平静 而下参长晃动手脚跌回了原地 手中长刀也断成两截 我要杀的人 菩萨都保不住 叶凡要一腹落下 就在这时 高台上的铁幕吴月 奄然一笑 阿牛 硬婆伤害你这么多次 还隐藏身份 对下国居心叵测 这样杀了 太便宜他了 而且这样无法威慑 和警示其他敌国探子 我觉得 把硬婆四肢砍了 然后掉在茶楼门口是中 这能让所有人都知道 非我足累 下场悲惨 哪怕她是位高权重的硬婆 铁幕吴月杀人诛心 这一招不仅让硬婆身败名裂 让沈七叶夫妇憋屈 还会让扰乱沈氏阵营人心 叶凡文言一笑 有道理 混蛋 你有本事弄死我 弄死我 硬婆却脸色俱变吼道 这会彻底践踏她的尊严 她在燕门关高高在上 现在却被人吊起来 还带上非我足类的罪行 生不如死 硬婆想要咬蛇自尽 却被叶凡一脚踩掉牙齿 她艰难望向沈七叶 他们希望他们出手援救 可是沈家众人 却被铁幕无跃炸雷 死死压住 叶凡的伸手 也让众人无法靠近 叶凡踩住 只剩下一只手的硬婆笑道 杀了你 小月月生气 不给我解锁怎么办 再说了 我觉得 还是把你吊起来是重 比较有意思 放心 斧头很快的 不痛 不痛 说完之后 叶凡一抖手中立腹 叶少 就在这时 沈楚歌扑通一声跪地 对着叶凡喊出了一声 叶少 求求你 放映婆一条生路吧 她已经伤成这样了 受到的惩罚已经够了 别再伤害她了 沈楚歌泪如雨下喊着 放过她吧 叶凡目光温和 看着不远处梨花带雨的女人 她想起了那个阳光斑驳的黄昏 想起了那个北无江大印 想起了趴在圆桌的那一张相似泪脸 接着 叶凡声音如春风一样轻柔 轻柔地直透人心 沈小姐 沈家和硬婆要我进去验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贵不求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噗 一斧落下 第二千八百二十八张 我很失望啊 混蛋 叶凡落下一斧 砍向硬婆手臂时 几名边军骨干按捺不住吼叫一声 他们齐齐挥刀向叶凡冲了过去 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叶凡的嚣张 更无法眼睁睁看着硬婆被砍成肉球 騷 只是他们三个刚刚冲到一半 铁木无跃就挡在了他们面前 他一把挡开三名边军骨干的力气 接着闪出一把锋利君刺 扑扑扑地一连串锐响炸起 三名边军骨干腹部被捅了十几刀 三人扑通一声 重重摔在地面 他们眼睛瞪大 很是痛苦抽动身体 鲜血哗啦啦直流 黑水台精锐下意识扑前 叶凡斧头一转 把他们全部扫飞出去 铁木无跃一舔嘴唇 握着染血君刺浅笑 叶阿牛在为民除害 谁在乱动 我就弄死谁 你们非要跟硬婆这个外贼 一条道走到黑的话 我也不介意跟你们破罐子破摔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不仅茶楼堆满了炸物 就是整个望北长街 我也埋设了不少炸雷 一旦同归于尽 不仅你们会死 进入望北长街的几千战兵 也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铁木无跃手里再度闪出红色遥控器 接着手指点击了好几下 这一案 只听外面轰轰轰几声响起 门口几个红色灯笼同时发生爆炸 几十名战兵和战车被掀翻 威力巨大 这货真价实的一连串爆炸 让众人蠢蠢欲动的暴躁情绪 重新平静下来 他们对茶楼藏有炸雷和汽油的质疑 也彻底消散 铁木精盯着铁木无跃恨之入骨 见人 你还真是一条好狗啊 铁木无跃毫不在意铁木精的目光 靠近叶凡挽着他的手臂娇笑出声 没法子 叶阿牛是我欣赏的男人 也是我要征服的男人 再说了 不做叶阿牛的狗 难道做你这废物的狗 怎么 羡慕极度恨我对叶阿牛的好 可惜 我没有尾巴 不然咬几下给你看 看看能不能把你气死 铁木无跃毫不客气刺激着铁木精 要把他心里的怒火和极度点燃 强大的敌人 一旦失去理智 也就变得不足为虑了 铁木精热血一涌 差一点就要抱起杀人 索性背后那只带着檀香的手 在最后关头让他再度冷静下来 叶凡拍了铁木无跃一下 叫人把硬婆给我吊起来 接着一副落下 砍掉了硬婆最后一只手 硬婆一声惨叫 啊 惨叫刚刚喊出 叶凡又一斧头砸在他下巴 让他下巴脱臼喊叫不出来 随后硬婆被吊了起来 他的胸前还挂了一个木牌 牌子被叶凡用鲜血写着 他是敌国探子的罪名 叶凡还派人专门盯着 不给硬婆自杀 或者他人袭杀的机会 他要硬婆身败名裂 他要让沈七叶他们 好好感受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叶凡安排人做事的时候 全场众人咬牙望着这一幕 没有人站出来 也没有人阻拦 哪怕心里在愤怒 这一刻的叶凡 占据了道德高度 是你们说的 非我足累 必会现行 现在硬婆和黄埔现行 我弄死他们是中他们 完全是维护下国啊 几个跟硬婆交好的边军骨干 悲愤不已 蠢蠢欲动 只是沈七叶和夏参长 又死死压制着他们动作 叶凡的强横身手 铁木无约的威慑 以及一族借口 谁上谁死 啊 露打DV7 3 被吊在门口的硬婆 也是嘶吼不已 心里有着无法掩饰的滔天愤怒 只是被叶凡定入迎针 断了四肢的他 别说破龙而出反击 就是寻死都做不到 你们就这样任由他猖狂 夏秋叶对沈七叶等人挤出一句 就这样任由他打脸 夏参长沉默 沈七叶沉默 沈家众人也都沉默 叶凡不仅伸手霸道 还占据了道德高度 他们确实一点法子都没有 夏秋叶看到沈家众人没有反应 只能扭头对叶凡吼叫一声 赶尽杀绝 迟早会有报应的 夏秋叶声色俱立 你也会成为所有人公敌 公敌 叶凡把目光从门口的 硬婆身上收了回来 看着愤愤不平的下 秋叶淡淡一笑 硬婆现在这个样子 不就是你们希望我的样子吗 今天我如果没有通过实验室验证 我肯定也会跟硬婆 和黄埔博士一样重伤 你们和铁木精 会把所有薪酬救恨 发泄在我身上 砍掉我四肢 打伤我五脏六腑 甚至千刀万挂 接着留我一口气 把我吊起来是重 再给我泼脏水 向夏国子民宣告 说我是赤子神医 说我是夜堂少主 然后你们就能打着屠龙殿 被夜堂渗透的幌子 杀了夏殿主血洗屠龙殿了 比起你们对我和屠龙殿的算计 我这点手段算什么 可惜啊可惜 我纯纯的夏国血脉 让你们一切阴谋诡计 都起不了作用 反倒是硬婆和黄埔博士 两个牛鬼蛇神暴露了出来 怎么 妈心里愤怒 心里憋屈 是不是我这个 遗子之矛公子之矛 让你们所有人心里很难受啊 你们觉得硬婆和黄埔博士无辜 可又不敢推翻 基因实验室 绝无问题的宣告 因为基因实验室有瑕疵了 你们还拿来验证我 就等于挖杀人陷阱来杀我 那就代表着 你们今天不是纯粹的验证 而是冲着我小命来的 那意味着沈帅是诸沙恩人的白眼狼 要担负一辈子的骂名 那还意味着铁木公子今天很大概率要死在茶楼了 沈帅背不起忘恩负义的骂名 铁木公子也不想跟我同归于尽 所以啊 这基因实验室 你们是打死都不能说意外 说瑕疵 可是基因实验室没有问题的话 硬婆和黄埔博士就是现出原型的非我族类了 你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砍他们杀他们 心里无奈啊无奈 是不是这样啊 沈帅 沈夫人 铁木公子 叶帆丢掉染穴的斧头 抽出几张纸巾 一边擦拭一边从沈七叶等人面前走过 沈七叶和铁木精毒呼吸急促 拳头攒紧 脸色深沉如水 叶帆扫过神情复杂的他们 随后站到了铁木精的面前笑道 铁木精 我和铁木无约昨天没有弄死你 你就该好好夹着尾巴养伤 而不是弄一堆疑老疑少打着国家大义来找我晦气 你吃我这么多次亏 难道就一点教训都没学会 要弄死我 一定要雷霆一击 还要百分百把握 哪怕99%把握都不行 可你就是不听 不听 搞到现在这个地步 配得上你公子称号吗 除了这基因实验室 还有没有杀手锏 有没有污蔑我是叶堂少主的后备方案 有就拿出来啊 我就站在这里 给你们再一次污蔑我的机会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这么多人 这么多国之精英 污蔑我是叶堂少主的手段 只有基因实验室这一招 你们太失位素参了 你们太婚庸无能了 我上的厕所都会多拿两张纸 你们来陷害我来杀我 却没有后备方案 实在不行 你可以要求我跟你验个DNA啊 拿着报告指控我们不是父子关系 然后说我不是下国人啊 你是下国人 我不是你爹 我就可能不是下国人 你们连这个胡搅蛮缠都不会 简直不如我那死去的前丈母娘 叶凡毫不客气 打着铁木精等人的脸 你们让我很失望啊 第2829章内心深处 铁木精一伙人神情愤怒 纷纷攒紧着拳头 似乎很想打叶凡一顿 只是落在铁木精背后的那只手 却温和地画着圆圈 化解他怒意 铁木精竭尽全力压制着怒意 叶凡却毫不客气 发泄着情绪 对了 铁木公子 你知道 我这个人牙子必爆 你今天没弄死我 就轮到我弄你了 当然 今天这种国家大义的 一族验证会上 我是不会对你下手的 但你回去的路上 一定要小心 坐汽车小心炸雷 坐火车小心脱轨 坐飞机小心毒刺 明白吗 还有 除了你在瑞国的爹之外 铁木家族 还有多少子质 多少家眷啊 家大业大 家上一子一女 两千人能不能打住 我明天先送 两千副棺材给你们 不够你要说啊 我送 我全送 我什么都没有 唯独棺材多 而且男女老少的棺材都有 叶凡一边拍着铁木精的脸颊 一边肆无忌惮的威胁 铁木精一把打开叶凡的手 喝道 叶阿牛 别小人得志 铁木家族不是你能欺辱的 叶凡哈哈大笑一声 看着铁木精开口 我没有欺辱啊 我只是跟你推心致富啊 我是真想要送你两千副棺材的 我说杀你全家 你全家就一定死光光的 对了 忘记一试了 我已经经过实验实验证了 叶凡画风一转 铁木公子 你现在说一说 我是不是下国血脉啊 铁木精闭上嘴巴不回答 叶凡一笑 沉默就是默认 铁木公子这是承认我交集人了 五元甲 我是不是下国人啊 紫乐公主 我是不是下国子民啊 南宫列阳 我跟你一起进入一起出来 咱们是不是同族同类啊 叶凡又从五元甲 和紫乐公主等人面前走过 还一脸真挚地 向他们确认自己身份 五元甲 紫乐公主和南宫列阳 他们全都闭嘴 冲耳不闻 叶凡也没有在乎紫乐公主等人反应 带着笑容转身走向了审视阵营 大家都不出声 也都不回答 那就是都默认我下国身份了 我一片赤心 一片忠诚 终于大白天下了 可喜可贺 只是今天这一出 真正意义上来说 我还是 输了 叶凡望向了沈七叶 输了 简单一句话 却让叶凡语气变得失落起来 他背负双手 缓缓走到沈七叶 和夏秋叶等人的面前 虽然我证明了自己清白 把硬婆和黄埔博士 两个卧底揪了出来 还打了铁木精的脸 可这一局 铁木精和天下商会 还是达到了他们最想要的目的 那就是让屠龙殿 和沈氏家族破裂了 那就是让我和沈家站在了对立面 铁木精没有杀到我 但他诛到了心 沈七叶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究竟是什么让你质疑我这样一个 对沈家大功和救命之恩的盟友 为什么 叶凡目光淡漠望着沈七叶 声音也如春风一样轻柔 沈家众人下意识低头 脸上都有着一丝愧疚 显然都想起叶凡带给沈家的好处 沈楚歌更是抹着哗啦啦的眼泪 看着从掌心滑落出去的男人 难受得无法言表 为什么 没等沈七叶出声回应 夏秋叶就站出来一字一句喝道 理由很简单 就是你虽然对沈家对边军有功 但你身份不明就必须受到审判 我们跟铁木精再怎么你死我活都好 那是我们下国内部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有外部势力介入 破裂下国损害下国 同仇敌忾一切为了下国 是我们下国子民几百年的宗旨和底线 你救我们一百次一千次 只要你是敌国分子 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大意灭亲 小恩小惠是绑架不了我们的 救命之恩 扭转战局之功 在大势大飞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的 露达BV7 3 哪怕我们背负忘恩负义骂名 我们也在所不辞 沈七叶是我丈夫 也是我心爱的人 但他只要对下国不利 我依然毫不犹豫下毒 这就是下国子民的大局观 这就是下国子民的家国情怀 你一个外人是不会懂的 夏秋叶大意凛然 落地有声 把沈家众人的惭愧和沮丧 又一把火点燃了 是啊 他们虽然亏欠叶凡不少 但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天下苍生 他们是正义的 是爱国的 让叶凡受点委屈算什么 屁的大局位重 屁的大势大飞 屁的家国情怀 叶凡文言怒笑了起来 笑声响彻了整个茶楼 是铁幕无悦刚才说的不清楚 还是沈夫人 你耳朵和脑子一起进水了 你真的大势大飞 我叶阿牛今天不仅不生气 还会对你敬重一把 不管大家什么立场 只要是热爱自己国度的人 都值得所有人敬重 可沈夫人这所谓的家国情怀 不过是你们用来遮羞的一块烂布 你真眼里容不得沙子 那你十几年前就该死磕铁幕赐华父子 王权旁落 夏殿主等功臣重创 社会秩序崩坏 子民生活多奸 全是铁幕经他们造成的 叶凡喝出一声 你这个大是大非的沈夫人 怎么不对抗他们 怎么不死磕他们 铁幕经狡辩回应 叶阿牛 瑞国那是自由 那是文明 跟神州不一样的 叶凡扭头扫视铁幕经一眼 毫不客气 哼出一声 让你们搞几十个复仇者联盟 扰乱周边国家 限制他们的发展 这是自由文明的传播 还有 瑞国他这么开明 这么拥抱世界 怎么不把自己的王室先铲除呢 叶凡反问一声 他就是一根脚屎棍 铁幕经闭嘴 叶凡转头望向夏秋叶继续开口 来 沈夫人 说一说 为什么不死磕铁幕经 这可是真正的外国势力扶持的毒瘤啊 连下国三岁小孩都知道 铁幕不除 下难未已 你为什么不死磕 你的痴心呢 你的热血呢 你的去瘤肝胆两昆仑呢 十几年 你都没站出来死磕铁幕经 怎么现在看到我 你的爱国又占领智商高的了呢 叶凡毫不留情质问着夏秋叶 让他脸颊通红无比 愤怒不已 却又无可奈何 没法子 叶凡这一番话 很清晰地点出了他双标 怎么 回答不了了 那就让我来替你回答一下 你所谓的家国情怀 不过是你欺软怕硬的遮羞布 叶凡喝道 还大意灭清 还无情下毒 说穿了 你跟沈七叶一样懦弱 一样无能 沈七叶按捺不住 挡在夏秋叶面前喝道 住嘴 住嘴 我说的有错吗 叶凡目光忽敌一尘 盯着沈七叶喝道 沈七叶 你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欺软怕硬 你是不是贪婪懦弱 在你沈七叶心里 铁幕经是强大不可战胜的 他左手有天下商会这把利剑 右手有邪天子以令诸侯 他的背后还有瑞国王室 这个强大后盾 你早早就认定自己不是铁幕经对手 你对铁幕家族也是极其恐惧和害怕的 所以你不敢跟屠龙殿联盟 不敢死磕铁幕经 不敢跟天下商会弄出任何冲突 哪怕屠龙殿和铁幕经斗的你死我活 哪怕夏殿主亲自找你联手 哪怕你知道屠龙殿灭亡后轮到沈家 你也依然打着偏安易于的旗号做鸵鸟 叶凡冷笑 这固然有你担心下店主的愚衷 但更多是你对铁幕家族 发自骨子里的惧怕 沈楚歌止不住为父亲争辩 我爹真怕铁幕经 就不会跟他大打出手和决战沈家宝了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情绪起伏 只是盯着沈七叶淡淡一笑 大打出手 不过是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 这就跟狗一样 看到比自己强大的野兽 会嘶吼不已 会呲牙咧嘴 甚至会冲上去咬两口 但这嘶吼 这咬上两口 不代表沈七叶强大 也不代表沈七叶血型 沈七叶只是告诉铁幕经 逼他太审会有代价的 而且沈七叶内心深处的深处 深处的深处 叶凡落地有声 他是想要投靠铁幕经 是想要给天下商会做狗的 沈七叶瞳孔瞬间一缩 第二千八百三十张 血口喷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听到叶凡说 沈七叶想投靠铁幕经 沈楚歌止不住为父亲辩解起来 我爹不会投靠铁幕经的 如果他想要投靠天下商会 他早就接受铁幕经的协议归顺 也不会严令禁止 十万边军持援 十万边军当初如果回救沈家宝 我们也不会被铁幕无跃 逼得走投无路 他跟天下商会一直是如水火 他也一直喊着要铲除铁幕家族 环夏国一个朗朗乾坤 沈楚歌从小就对父亲崇拜 更是把他当成一辈子的楷模 叶凡可以说父亲负了他对不起他 但不能说父亲软了骨头 想做铁幕家族的狗 白衣女战官也挤出一句 沈家一直对抗天下商会 沈帅怎可能想要投靠铁幕经 沈家众人也都纷纷点头附和 沈七叶也声音一沉 如果我要跟铁幕经合作 屠龙殿早灭了 没错 沈帅是软骨头的话 早就接受我的兵马大员帅条件了 铁幕经也皮笑肉不笑开口 我也不需要劳师动众 让铁幕吴越攻打沈家了 叶凡文言不至可否一笑 似乎早料到沈家人反应 把擦拭双手的湿纸巾丢在地上 他目光如刀 看着杀气腾腾的沈七叶 你这个人 如铁幕吴越所说 太贪婪了 这也想要 那也想要 你骨子里想要给铁幕经做狗 但又担心背负千古骂名 还寻思怎么投靠 获取最大华利益 所以这些年 你跟铁幕家族的关系 非常扭扭捏捏 天下商会向你伸出橄榄枝 你昂着脖子说 不跟铁幕经同流合污 天下商会同你一刀子 你捂着伤口 说天下苍生未重 就不打击报复了 你这份纠结 哪怕到了双方刀兵相向的时候 也依然存在 沈长风和剑神李太白出事 你误判是铁幕家族所谓 才咬牙出击袭杀36名铁幕骨干 可就是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是见好就收 希望双方谈判能够留有余地 可惜 铁幕经没有跟你谈判 直接联手雄国三方大军逼关 再让铁幕吴越统帅好手决战 铁幕经一副不死不休的态势 就是这样生死存亡关头 沈七夜你还是瞻前顾后 还是想着投降或者求和 于是沈家对抗天下商会的 一系列奇怪现象也呈现了出来 东郎南英和阿同牧 他们当初对抗铁幕吴越时 最适合的战术 就是就地决战死磕一番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 重创铁幕吴越的队伍 还能让东次阳和西不落 等四路大军难于会合 可是沈七夜你却下令 各方沈氏战将驰援沈家宝 要在沈家宝大决战 这种驰援固然能缓解 沈家宝的压力 但却会最大程度耗损员兵 原本就地决战 可以凭借地形优势 杀敌一万的阿同牧他们 因为驰援沈家宝 强行突围 只能杀敌两三千 而且几百公里的驰援 还把自己陷入了被铁幕高手 不断袭击的困境 阿同牧如不是我搭一把手 现在坟头都长草了 饶是如此 几千鬼面铁骑 也只剩下几十人抵达沈家宝 其余沈家高手 只怕也是耗损七八成 才回到沈家宝 叶凡叹息一声 这是多脑残 才会想出来的回旧战术啊 东郎和南英他们 下意识望向了沈七夜 这也是他们曾经的疑惑和不解 夏秋夜翘脸如霜替丈夫辩解 这能说明什么 这顶多说明七夜只会失误 没错 就算这策略不是最优选 也只能说失误 白衣女战官也喝出一声 叶阿牛 大家不是傻子 你挑拨离间没有意义 LodaBV7 3 沈七夜没有出声 只是眼皮抖动 身上杀气越发浓郁 一股冷冽的寒意无形绽放 熟悉他的人 都能感受到沈七夜起了杀意 铁木无悦微微眯起眸子 高度戒备 叶凡却没有半点在乎 继续毫不留情撕掉沈七夜的面具 沈战帅守护边关几十年 还是鬼面战神 是绝不会犯这种低级幼稚的战术错误 之所以这样要求沈氏各方战将回旧 不过是沈战帅心里非常惧怕 沈战帅惧怕沈家宝贝打爆 失去自己做狗和佣兵自重的资本 沈战帅更怕阿童木和东郎南英 他们就的决战重创了天下商会联军 沈战帅担心杀死的人太多了 天下商会跟你是如水火 铁木精也会对你恨之入骨 失去调和余地 所以你不惜代价打消阿童木或东郎等人的就地决战念头 回旧沈家宝 沈家宝的决战 沈战帅内心依然是恐惧的 认定自己必输无疑 这也是沈家宝这么快被攻破的缘故 不然凭借沈家宝地道 周旋一个月都没问题 就算决战中死了那么三百沈家好手 沈战帅内心还是不想死磕到底 比起你和沈家战将铁骨铮铮全部战死 你内心更渴望一个体面一点的台阶给你投降 比如铁木无怨拿出沈氏家眷 或光城子民威胁你投降 十万边军为什么没有钱去沈家宝持援 一个是我刚才说的 沈战帅太贪婪了 利益和民生都想要得到 他不敢让十万边军持援沈家宝 是要维护他保家卫国的崇高人设 十万边军一动 一旦向国或雄国等大军冲入 沈七叶就要背负千古骂名 另一个原因 就是沈战帅不想死磕铁木铮 想要找一个体面机会投降天下商会 在沈战帅看来 沈家宝一战在激烈在凶险 只要他放下武器投降 肯定不会有事 毕竟他的身手和地位摆着 背后也还有十万边军 足够让铁木铮笼落他了 所以在沈七叶的沙盘模拟中 死伤一批沈氏精锐展现自己摇牙 接着体面投降 维护自己保将爱民的人设 这样就能完成他逼不得已 名利双收的归顺壮举 想一想 为了沈氏家眷 为了相国等联军不入关 沈七叶宁愿投降受辱 也不死战到底和动用边军 这人设 这家国情怀 瞬间让他虽败犹容 成为悲情英雄 比下店主还要受人爱戴 这跟某个光头一样 觉得杨国强大不可战胜 但自己又不能背负骂名投降 只能消极抗战 唯一没想到的 是沈战帅算错了铁幕无悦了 这女人 对敌人向来是亡死里整的 叶凡望了一眼走回高台 展现百媚千娇的铁幕无悦 眸子深处掠过一抹 不加掩饰的玩味 他占据了优势 你死磕或者投降 他都只会弄死你一劳永逸 投降顶多让你死得体面一点 这个女人对于被他压制的敌人 是不会留后患的 所以沈战帅等待的沈氏家眷 和光城子民苍生威胁 始终没有出现 等铁幕无悦打出沈氏家眷这张牌时 那时已经是我说了算 沈帅想投降都没机会了 叶凡背负双手看着沈七叶 沈帅 我说的对不对啊 沈七叶脸色聚变连连怒吼 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夏秋叶也挽住沈七叶手臂喝道 我丈夫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你不要随便泼脏水 七叶也不是你可以肆意羞辱的 第二千八百三十一章彻底决裂 叶凡看着沈七叶和夏秋叶不知可否一笑 如果你真不想做狗不想投降 我来到燕门关后 为什么不把权力交给我啊 你在沈家宝的时候可是当众说过 你和沈氏众将以我未尊 听从我的任何指令 但我抵达燕门关后 不仅没有践行当初的承诺 还处处让我受到边军敌意 这固然有印婆兴风作浪 但难道没有你故意放纵 你放纵印婆针对我 很多人觉得 是你回到自己地盘获取了安全感 你舍不得江阔大家叶交给我了 毕竟十万边军和燕门关 是你最后也是你最大的家底 其实他们误解你了 舍不得家叶只是一个小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你对我非常忌惮 非常不安 沈家宝一战 撤离断后一战 铁木熊一战 我给沈家带来好处之余 也让你不安 每一战我都是往死里整敌人 每一战我都让铁木精锐 付出惨重代价 这对沈战帅你来说太极端 太狠辣 太不可调和 如果把沈家战将 和十万边军交给我 我肯定是火力全开 跟铁木精此刻到底 那不仅会拼掉你几十年的家底 也会让你和沈家 遭受灭顶之灾 而且在你心里 你一直是想要投降的 让我执掌燕门关 只会破灭你做狗的最后机会 你不允许我这个疯子 拉着你跳入深渊 你也不允许我挡住你 投靠铁木精的路 所以你淡化我 忽略我放纵硬婆针对我 装聋作哑 不把十万边军和燕门关交给我 沈帅你也别说我血口喷人 秃鹰战倒轰击薛士 和铁木大军的那一晚 我让沈化他们通知你 清朝而出打垮铁木精 沈楚歌这些江湖中人 看不透战局就算了 恶守边境几十年的沈帅 你会捕捉不到这机会 你肯定看到了 也知道这是大败铁木精机会 但你却依然打着 小心位上的幌子 让东郎等人 只带两千人冲锋陷阵 为什么派这么少人 还都是新兵蛋子 难道又是跟 池元沈家宝一样战术失误 动不动就失误的沈战帅 怎么可能有今天地位和成就 答案很简单 你再害怕 你怕东郎和南英他们太厉害 把铁木残军真的全部冲垮了 沈家战兵真的重创了铁木大军 让铁木精元气大伤 你以后哪里还有机会投降了 所以你只能派出新兵蛋子追击了 等铁木精他们撤离得差不多了 才让沈家大军装无作养出击 还有 这一次铁木精带人跟你会合 指控我是夜堂少主赤子神医 你二话不说就来兴事问罪 你为什么轻易相信死对头铁木精 而不相信我这个大功臣啊 你为什么连基因实验室试探都不试探 就急匆匆让我冒险进入里面验证啊 因为在你沈七叶心里 你早已为我如蛇蝎 你是想要我 叶凡轻生两字 死的 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沈七叶再也按捺不住了 全身颤抖双眼通红 他猛地抓过一把刀 对着面前的叶凡劈来 朱星之说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刀光灵力 当 看到沈七叶一刀劈过来 一记枪声毫无征兆响起 下一秒 砍刀断成两截掉落在地 弹头也擦着沈七叶的耳边 设在茶楼木柱子上 沈帅 我说过 你们沈家今天要还我一个天大人情 那就是必须让叶阿牛平安无事 再说了 你们今天过来茶楼是验证叶凡身份 而不是撕破脸皮与死网破的 你再想要杀叶阿牛 也要过了今天再说 Loda DV7 3 你非要一条道走到黑 那就休怪我不念沈家这点缘分了 消失一段时间处理轻易的唐若雪 再度提着一把短枪冒了出来 他这一枪顿时让黑水台精锐做出反应 不少枪口指向了唐若雪等人 几个唐氏拥兵二话不说直接拉开衣衫 露出足够轰平茶楼的背心炸弹 双方剑拔弩张 夏太极和紫乐公主他们也出声喝道 沈帅 今天只是验证叶阿牛身份 不是打打杀杀的时候 千万不要破坏规矩 有什么事情过了今天再说 五元甲他们劝告着沈七叶不要乱来 接着还让黑水台精锐低锤枪口 现在的茶楼就是一个火药桶 一不小心点燃 在场一百多人只怕全都跑不了 沈七叶没有在意唐若雪的威胁 握着刀的手也还在颤抖 但脸上恢复了两分冷静 他扫过一众沈家干江 又看看高台的铁幕无悦 最后盯着叶凡一字一句开口 叶绍 沈氏家族确实成你不少情 我沈七叶也确实对你有所亏欠 但我也不是你可以随意污蔑 随意泼脏水的人 沈七叶喷出一口热气 我沈七叶的是非功果 下国后人自会给予评价 下秋叶点头 没错 你牙尖嘴利 我们说不过你 但我们问心无愧 夫妻其心 其力断金 这时 叶凡不仅没有躲闪和惧怕 反而踏前一步看着沈七叶笑道 是不是污蔑 是不是泼脏水 我心里清楚 沈帅心里清楚 大家也清楚 不过我劝告你还是不要胡乱动手 我刚刚叫倒了铁幕经 没有十足把握雷霆一击 千万不要动我 不然分分钟被我反杀的 而且对沈家恩人和大功臣下手 你就不怕背负千古骂名 其实我一直很迷惑 沈七叶你明明可以击败铁幕经 甚至北上都城秦王 为什么只想着归顺呢 铁幕家族究竟给你营造了什么影响 让你觉得他们不可战胜 甚至放弃唾手可得的大胜呢 叶凡问出一声 像是一个天真的孩子 沈七叶没有出声 他也不可能回答 铁幕经脸上却掠过一抹遗憾 早知道沈七叶对自己张牙舞爪 只是虚张声势 他就营造一个体面的台阶 让沈七叶归顺 这样他不仅不用被叶凡打残几十万大军 还能兵不屑任收服沈氏家族 就连铁幕无约这件人也不用搭出去 可惜啊可惜 沈七叶的心还抵真 此时 叶凡再度盯着沈七叶一笑 沈帅不给我答案 也是 这问题太为难你了 说出惧怕理由 就表示你确实想要做铁幕经的狗 强势一点说不惧怕铁幕经 又堵住了你未来投靠的路 左右为难 干脆沉默为上 叶凡叹息一声 只是不管怎么都好 今天 你我都要决裂了 确实要决裂了 沈七叶眼里流淌出杀鸡 盯着叶凡寒生而出 虽然我不知道你搞什么鬼 让基因实验室对你失去作用 反伤了硬婆和黄蒲博士 但你我都心知肚明 你就是赤子神医 你就是叶唐少主 为了下国 为了子民 我都不允许你继续留在燕门关 所以我给你十二个小时 你带着你的人以及茶楼 全部滚出燕门关 一旦于时不离开 我就把整个望北茶楼轰掉 这已经是看在你对沈家 有过恩情的份上 不然我现在就可以启动 战事法令击毙你 记住了 十二个小时 超过一秒钟 你们都会跟望北楼一起炸掉 他喝出一声 来人全面封锁望北长街 只准出 不准进 第二千八百三十二章 你刚才说什么 十二小时 必须离开燕门关 不然力杀无赦 对叶凡的忌惮 以及硬婆重伤的仇恨 让沈七叶很干脆地 对叶凡下达最后通牒 撕破脸皮后 叶凡这个贵宾 就变成了极其危险分子 随时会给燕门关和沈家 带来灭顶之灾 夏秋叶和白衣女战官 他们也都下意识点头 卧榻之侧 有叶阿牛这样的人存在 会对燕门关 生出巨大威胁 随着沈七叶的指令发出 铁刺大人和黑水台 精锐迅速动作 把指令传达到外面战兵 望北长街开始戒严 同时下餐场等沈家高手 高度戒备 盯着叶凡任何动作 不给他抱起伤人的机会 铁木吴越也微微挺着身子 带着一众茶楼好手 严阵以待 他还目光锐利 扫射了铁木精阵营一番 铁木吴越很了解铁木精 如果不是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受伤的铁木精 是不会来烟门关的 那个打伤 他和叶凡的黑衣老者 很大概率躲在现场 他的目光 在一个个熟人脸上掠过 随后落在一个 推着轮椅的铁木战兵身上 对方低着头 戴着口罩和帽子 让人看不清面目 还给人小透明的感觉 也就是这种小透明 让铁木吴越目光冷冽了起来 能让他和叶凡忽视的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唐若雪也嗅到了火药味 微微偏头 示意手下做出准备 他一直看不惯叶凡 自以为是 但生死关头 还是会援手一把的 全场气氛微妙变化时 沈七叶再度逼试叶凡 沈家欠你的人情恩情 西蒙的两千亿还一半 你们的全身而退 也算还一半 从今之后 你我之间不再相欠 他日还有缘 你光明正大来沈家做客 我沈七叶会欢迎 但你再敢在下国兴风作浪 或者唆使屠龙殿搞事 我沈七叶跟你死战到底 沈七叶斩钉截铁的声音 回荡茶楼 向众人告知着 他对叶凡的决裂态度 叶凡文言不置可否一笑 很是不屑迎接着 沈七叶的目光 沈七叶 都到撕破脸皮的时候 你还要伪善一下 你心里明明恨不得弄死我 却还喊着将来欢迎我做客 不觉得这话连铁木巾都说不出来吗 还有 咱们双方已经决裂了 我也不用再念那点缘分了 叶凡浅浅一笑 我也该讨回属于我的东西了 下秋叶喝出一声 什么东西 叶凡啪的一声打出一个响指 沈帅和沈家众人 曾经在沈家堡广场 当着无数人的面前奉我为尊 执下手之礼 投我叶阿牛麾下 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不知道这个承诺还算不算数 叶凡望着沈七叶问出一声 沈帅 这位置给还是不给呢 沈七叶脸色难看 你是外人 我宁愿背负骂名也不会让给你 叶凡没有生气 只是站在下秋叶的面前笑道 沈夫人 当初在沈家堡可是我救了你 也是我化解了你的心结 后来我还给你开了药方 瓦解了你脑海中的造梦 叶凡一笑 我对你非常不错 你是不是该说一句公道话 下秋叶扬起俏脸 我承认欠你人情 但你休想道德绑架我 叶凡没有追问 身子一转 他站在阿童木等人面前问道 阿童木 你说 沈帅该不该践行承诺让位 阿童木身躯一阵 神情痛苦 但最终低垂脑袋没有回应 叶凡叹息一声 看来你已经忘记长戒一战 忘记我承受怒尊的三掌了 随后他又侧头望向了北报 笑了起来 北报 你还欠我一顿酒呢 北报嘴角牵动了两下 想要说什么 却最终沉默 叶凡又走到西莽面前笑了笑 你给了我两千亿 你算是不欠我的 我不为难你 不等西莽张嘴回应 叶凡又站在铁赐面前 他看着对方笑道 铁赐大人 我给了你新生 给了你薛氏功劳 你要说点什么吗 LodaBV7 3 铁赐长叹一声 叶绍 对不起 使命所在 我只能忘恩负义了 叶凡又站在白衣女战官面前 沈处 你是情报处负责人 你知道我公计的 不替我名个不平 白衣女战官没有回应 直接闭上眼睛 当作没听到 叶凡又走过好几个人 问出好几句话 但没有一人站在叶凡阵营 叶凡最终又站在了 沈楚歌面前 沈小姐 你觉得沈帅 要不要让位啊 沈楚歌文言又哗啦啦流泪 声音带着一股子哀求 叶绍 别这样 别跟父亲作对 别跟父亲闹翻好不好 你是沈家恩人 只要你答应不逼宫父亲 不再介入下国战事 沈家会依然带你为贵宾 沈楚歌梨花带雨 楚歌愿意一辈子跟你相伴 弥补你 补偿你 一边是心爱男人 一边是国家大义和家族利益 沈楚歌选择艰难 叶凡轻声一句 沈小姐 我只是要一句公道话而已 沈楚歌咬着嘴唇摇摇头 对不起 我不能背叛家族 背叛下国 沈小姐 保重 叶凡没有抢人所难 从容转身离开沈楚歌 他重新站在沈七叶的面前 沈帅 转了一圈 给我最后一次答案 我这个沈家至尊 你认还是不认 叶凡望着沈七叶问道 这位置 你让还是不让 沈七叶目光如刀锋利 盯着叶凡一字一句开口 不认 不让 除非我沈七叶和沈家仲将全死了 不然燕门关永远不可能一主 沈七叶声音前所未有的寒冷 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够不够明白 叶凡叹叹息一声 好 我清楚了 我明白了 我也在没心里负担了 他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轻松 清楚了就好 沈七叶脸部抖动不已 声音响彻了全场 咱们已经决裂了 已经撕破脸皮了 也就没必要蓄于位移了 十二个小时 不 十一个小时四十五分 你们必须给我撤出燕门关 燕门关太小 太微不足道 容不下叶少你这条巨龙 只能让叶少换个地方了 叶少一定要记得离开啊 十一个小时后 这座茶楼就会变成废墟 燕门关几十万子民 也会把叶少列为公敌 沈七叶冷声道 你不走 会害了你自己 害了你身边人 铁木精也附和一生 沈帅 朱砂外敌 人人有责 沈家不够人手的话 我身边的高手任由你调动 他盯着叶凡和铁木吴月冷笑 总之 这一片热土 不能融流外贼 我也宣告一件事 叶凡看着沈七叶等人笑了笑 随后也是声音一沉 沈七叶 我要你们执行沈家宝的血世 给你十一个小时 交出沈家大权 交出燕门关 交出十万边军 一旦于事不交 我这个沈家至尊 就要加法处置你们 他的左手往前一批 对抗者 杀无赦 听到叶凡的话 沈七叶呆了 夏秋叶呆了 沈家重将呆了 铁木金一伙人也都张大了嘴巴 他们看傻子一样看着叶凡 似乎想不通心思过人的叶凡 怎么会说出这种愚蠢的话 交出沈家大权 交出燕门关 交出十万边军 这是谁给你叶阿牛的勇气啊 你叶阿牛手里有几个人啊 有多少把刀多少支枪啊 你连望北茶楼都保不住 又拿什么来做沈七叶的黄金位置 夏秋叶摇晃了一下脑袋 叶阿牛 你刚才说什么 第二千八百三十三章来人送客 沈夫人 你耳朵确实不行 我已经说得很大声了 你却依然听不清楚 我说 给你们十一个小时 交出燕门关和权力 叶凡声音一冷 不然我就要以沈家至尊的身份 处置你们了 沈七叶怒急而笑 叶阿牛 你明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叶凡背负双手 脚步轻缓 慢慢从沈家众人面前走过 我当然明白自己说什么 只是你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沈七叶 夏秋叶 你们该不会觉得 我刚才让你们说一句公道话 是想让你们可怜我 你们会不会太幼稚了 我叶阿牛横扫四方 杀敌无数 需要靠你们来同情我 我接管十万边军掌控燕门关 需要你们那点微不足道的支持 没有你们支持 我就做不了黄金宝座了 拜托 我是在给你们最后机会 是在帮你们最后一把 也是让自己放下心理负担 我是看看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还有没有道义 要不要跟你们彻底决裂 你们这些人 不是承受过我的人情 就是承受过我的救命之恩 你们本该战一战我的 可结果呢 你们全都做了白眼王 在你们低头闭眼沉默 或者直接拒绝我的时候 我跟你们的情谊和缘分 也就彻底终结了 这也意味着 你们不配留在燕门关了 不配做我叶阿牛的子弟了 你们可以滚出我的燕门关了 你们还不明白的话 那就是你们不把东西给我 我自己要抢回来了 这燕门关 这审市资产 这十万大军 都是我叶阿牛的 叶凡一字一句开口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十一个小时内 给我滚出燕门关 这一番话一出 沈七叶和铁木精 他们全都目瞪口呆 他们不知道说 叶凡狂妄无知 还是脑子进水 没有根基 没有人手 没有人心 叶凡要废掉 沈七叶他们自立为王 这踏马的 未免太荒谬 太扯淡了吧 夏秋叶和白衣女战官 他们都差点失笑了 只是叶凡 却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态势 扭头望着铁木无跃 发出指令 铁木无跃 动用渠道替我告知 十万边军和燕门关子职 沈七叶七软怕硬 无所作为 冤死众多将士 难于担任统帅一职 就此罢免 夏参长 沈处和铁次他们 也全都剥离职位和特权 沈家仲将全部县史 离开燕门关 而且从现在开始 没我指令 十万边军不得煽动 叶凡声音回荡在众人耳膜 胆敢为令者 一律斩杀 夏秋叶等人再度呆若木鸡 他们眼勾勾地看着叶凡 所有恨意和愤怒 此刻全都变成了鸡巢 罢免沈七叶 罢免夏参长 罢免边军和沈家甘江 这没十年脑积水说不出来 还你宣告 你罢免 你限期 你有几个人啊 你有几支枪啊 难道是叶凡今天遭受巨大刺激 已经疯了 不然说出来的话 怎么会如此荒唐 沈楚歌也若若看着叶凡出声 叶少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好得很 叶凡扫视着沈七叶和夏秋叶他们开口 这好笑吗 一条巨龙驱赶你们一群白眼狼 有什么好笑呢 是觉得我的刀不够锋利呢 还是觉得我子弹不够多 赶紧回去收拾吧 你们还有十一个小时 不 十小时三十分 尽快滚蛋吧 不然倒是留在燕门关 搞不好可要被我砍脑袋了 这一片土地 是容不得你们这种头将派存在的 叶凡语气淡漠 还有你 铁木精 你也赶紧带人离开 虽然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但铁木无跃铁星要弄死你 我也不好意思死拦着他 还有 我跟沈七叶他们不同 他们是头将派 我是主战派 咱们之间 不死不休 我统帅的十万边军 很快就会北上 我不仅会打穿你的二十万铁木残军 还会挥兵北上都城秦王 叶凡提醒一句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铁木精笑容旺盛连连点头回应 好 好 我一定回去积极备战 我等待你的十万边军到来 只是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那个谁 打电话给光城的铁木大军 让他们做好准备 叶少要杀过去 他的笑容带着一股子比翼和鸡巢 觉得叶阿牛怎么突然变得个白痴一样 叶凡和铁木无约现在身陷重围 沈七叶一声令下就能把茶楼轰成碎片 还决战 还北上秦王 下辈子都不行 几个铁木干僵也连连点头 只是笑容相似激潮 叶凡却很满意铁木精的回应 脸上带着笑容对众人开口 好了 要说的话已经说完 要下的通牒也已经下完 LodaBV7 3 你们回去好好享受这最后十个小时吧 叶凡笑道 记住啊 十个小时啊 于是可要死光光的 好 我们十个小时后再见 沈七叶冷笑一声 看看你怎么让我们死光光 说完之后 他就带东郎南英他们出门 铁木精也对叶凡玩味一笑 挥手带着紫乐公主等人离开 小姐就在这时 沈花四女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小姐 对不起 我们不跟你回沈家了 我们四个欠叶绍太多太多 如不是叶绍 我们不仅丢了性命 还被敌人轮番凌辱 现在叶绍有难 我们四个帮不了忙 人为言轻也起不了作用 但我们还是想要留下来 我们要跟沈家宝地到十一样 跟叶绍同生共死了 我们感谢小姐这些年的照顾 所以这三个想投是我们心意 希望小姐不要怪责我们 说完之后 沈花四女就对着沈楚歌咚咚咚磕头 沈楚歌呼吸微微一致 如画 你们 叶绍也生出意外望向了沈花四女 没想到他们四个会留下来 沈花四女站起来望着叶绍很是真挚 叶绍 我们想要留在茶楼 我们帮不了叶绍大忙 但可以给叶绍挡一挡子弹 沈花四女齐声开口 希望叶绍不要嫌弃我们没用 叶绍大笑一声 怎么会呢 烟门关百废戴心 正需要你们四个留下呢 看到叶绍答应留下他们 沈花四女高兴无比 笑容如花灿烂 只是他们四个这种灵阵反水 让沈七夜和夏秋夜他们脸色阴沉无比 沈花四女实力微不足道 但却会让铁板一块的沈家 生出一条裂痕 夏参长更是眼神一寒怒吼一声 似得见人扰乱军心 死 说完之后 他就身子一转 抓起一刀 要把沈花四女砍了 叶绍见状冷笑一声 也一把抓住消防斧 夏身长 你刚才给我一刀 这一刀还给你 说完之后 叶绍凌空向夏参长飞扑了过去 杀掉他 看到叶凡提着消防斧扑过来 六名夏是死忠脸色巨变 他们齐齐吼叫一声 反沙拔出军刺阻挡 叶凡 只是军刺刚刚举到一半 就见一道红光一闪而逝 下一秒 他们的脑袋就飞出去 扑扑扑 鲜血如泼墨一样倾泻 染红了其余人眼中的惊讶 混蛋 看到六名轻信被杀 夏身长暴怒不已 反手一刀 刀光如链 对着叶凡批了下来 全力出手 泰山压顶 寒气四溢 璀璨的刀气 如同一道凌空批下的闪电般 连空间四都被这一刀展开 无论是沈七叶还是铁木精他们 此刻眼瞳中 都只留下了江河倾泻的光芒 除此之外 再也不见其他的 这灌注夏身长一身功力的一刀 便是一头千斤水牛 都能自信一刀劈开 破 叶凡一声抱贺 一斧落下 红色斧头气势如红 穿入了照来的白色刀芒中 这一斧落下 在场众人顺感窒息 空气都仿佛停止了 当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 斧头斩散了刀芒 斩破了护甲 斩在了夏身长的肩甲 啊 一声惨叫 夏参长又必飞出 血流如注 说还你一刀 就还你一刀 叶凡没有成胜追击 只是一丢斧头喝倒 来人 宋客 第二千八百三十四章 一个人换一代人 混蛋 混蛋 叶阿牛 你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夏参长断壁倒地 鲜血直流 让夏秋叶等人 先是一愣 随后齐齐愤怒不已 谁都没有想到 叶凡战斗力如此惊人 更没有想到 叶凡一斧砍了 夏参长一臂 这可是夏参长啊 十万边军的二号人物 也是黑水台的掌控者 叶凡这样一斧投下来 还是当众近百号人的面 最重要的是 这是烟门关 自己的地盘 这样一斧 实在太刺激众人神经了 所以几十号黑水台精锐 哗啦一声包围上去 门窗也都砰砰砰动开 石挺加特林架在了窗口 长街对面的六十亭火箭筒 也都对准了望北茶楼 十二部黑色战车 也是缓缓低垂炮口 三架大黄蜂也都嗡嗡启动 悬空生出巨大压迫感 只要开站 望北茶楼十秒钟 就能变成一堆废墟 与此同时 两道人影嗖嗖嗖 像是利剑一样闪出 他们魅影一样冲向了叶凡 剑神李太白 金一老者金不一 李太白按着一把长剑 一旦出鞘 避讳雷霆一击 金不一双手握着长刀 摆出拘合斩的态势盯着叶凡 他们没有动手 没有出声 但身上气势 却排山倒海 压向了叶凡等人 叶凡和铁木无约 不受他们影响 但茶楼守卫和审划四女 却呼吸急促 叶凡剑撞一斗斧头 虚空一批 扑得一声 他硬生生破空 金不一和李太白等人的威亚 口子一开 审划他们精神一松 大口喘气 嗖嗖嗖 也就在这空档 金不一和李太白同时出击 长剑如红 战刀如链 两道杀机交错向叶凡剿杀过去 两大递进高手联手一击 惊天动地 来得好 叶凡剑撞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大笑一声 斧头一转 他对着两刀一闪而逝的弧线猛地一劈 只听当的一声 一记金属碰撞响起 叶凡挡住了金不一和李太白的雷霆一击 三人身子几乎同时一晃 碰撞的气流更是四处暴射 把十几名黑衣台骨干掀翻出去 叶凡蹬蹬蹬上前几步 把手中斧头往前一压 一股凶猛力量倾泻 联手一击的金不一和李太白脸色一白 So 就在两人要吃亏的时候 铁木精的轮椅向后一侧 背后的铁木战兵呈现了出来 戴着口罩的他没有废话 只是左手一振 So的一声 一串佛珠飞射而出 照向了叶凡 So 佛珠宛入五指山 带着铁木战兵的金旗神 直接向叶凡压过来 铁木无悦眼皮一跳 他能够感受到佛珠的力量 如果被打中 轻则骨头断裂 重则当场死亡 他止不住喝出一声 叶阿牛 小心 So 在他的喝叫示警中 佛珠一闪而逝 请客就到了叶凡的面前 在佛珠要触及到叶凡的瞬间 叶凡中哼出一声 雕虫小记 他左手一叹 水月光滑 刹那黎明 左手就这么行云流水一动过来 恰好穿入了旋转的佛珠中间 啪啪啪 当佛珠在叶凡手指 关节和手腕啪啪作响时 叶凡手臂也不断晃动 抵消着佛珠传来的力道 啪 在铁木精等人的惊讶毛子中 佛珠先是滑到叶凡的胳膊 随后又被叶凡震动回来 落回到手腕上 而叶凡的衣袖 多了一道道摩擦痕迹 接着又啪啪裂开 漏大VV7-3 碎裂袖子慢慢飘落 被风一吹飘了出去 叶凡一抖手腕 左手佛珠颤动 谢谢师太 这佛珠我收了 他还一阵斧头 把金布衣和李太白一压 接着身子借力一摊 他请客到了戴着口罩的铁木战兵面前 叶凡右手吃斧 压制冲来的金布衣和李太白 左手一拳直倒铁木战兵的门面 拳头猛烈 又快又急 铁木战兵整个人都笼罩在叶凡的契机下 却毅然不动 看着叶凡请客杀制的身体 伸出手 一拍 呼 一只白皙温润的手探出 爆出十万大山般的气息 他惊涛骇浪般挡住了叶凡杀意 还气势如虹冲破叶凡的契机 他的右手就如同早就等在了那里 啪 一声脆响中 铁木战兵的掌心抓住叶凡轰来的拳头 微微一阵后拒进泄力 他拆去了叶凡拳头的力道后 顺势往下牵引 同时 右侧一脚羚羊挂脚横扫过来 半空无处借力 叶凡似乎必无可避 腰身猛的一扭 叶凡的身体在半空做出折反动作 被铁木战兵抓住的手腕弯曲到极致 另一只手蜻蜓点水般的 扁在铁木战兵带着狂暴力道的长腿 叶凡正要倾泻力量放手一战 却感觉到背后传来了极其危险刺弹 除了李太白合金不一之外 还有黑衣老者的杀意 想到这里 叶凡顿时一收力量 骚 借着这一股力道 叶凡身体飘飞而出 避开了背后一刀一剑的绞杀 李太白合金不一交错从叶凡原地冲过 没等叶凡落地 他的背后突然生出刺盲质感 叶凡脸色微变 接着左手一震 佛珠飞射出去 轰 佛珠几乎刚出两米 就一声脆响变成碎末 一枚激进透明的银针也断裂落地 一股庞大气流 还让叶凡身躯一晃退了半步 三楼也是人影一闪 黑衣老者气息消失无影 叶凡重新退回铁木无岳等人面前 接着斧头一横 把涌向铁木无岳的东郎等人压了回去 东郎等人对铁木无岳可以不择手段攻击 但对叶凡却是感情复杂 所以看到他出现就停止动作 则这么多的进高手联手欺压 会不会过分了一点 叶凡扫视金不一和李太白等人一笑 如不是忌惮铁木无岳的诈物 估计你们早大打出手了吧 他还掠过茶楼各个角落 继续搜寻着黑衣老者的下落 他看不到对方影子 但叶凡知道对方还存在 如不是忌惮他的屠龙之术 估计早扑下来击杀自己 随后叶凡又望向了铁木精开口 铁木公子够阴险啊 今天不仅要文斗还要武斗啊 他已经看穿对方的算计 如果能用实验室光明正大弄死自己最好 弄不死 就铁木和审视寻找机会寻找借口 雷霆一击暴力扼杀 沈家的递进高手 铁木的递进高手 再加黑衣老者他们 半国武力堆也能堆死自己了 铁木精盯着依然强势的叶凡 声音带着一抹森冷 沈家宝两战 我们没有足够安全保障和杀掉你的实力 过来茶楼岂不是给你白送人头 没有足够高手压阵 一旦揭破你身份 你破罐子破摔抱起杀人 我们岂不是全死在这里 一直忍着没动手 就是因为你有一条好狗 他扫过铁木无越后哼道 可惜你不该再对下餐长下手 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是下餐长就由自取 叶凡牢牢护着铁木无越 抖一抖手里斧头开口 先是营救一族分子硬婆对我出手 随后恼羞成怒 想要斩杀审划四人 他不仅破坏了望北茶楼的规矩 也破坏了今天验证的规矩 我只断他一臂 已经是给足你们最后的面子了 不然他现在就不是少一只手了 而是跟黄埔博士一样少一颗脑袋 还有 你们递进高手虽然诸多 但死客到底 我要死 你们也全都要死 叶凡望着沈七叶和铁木精等人冷笑 我不介意用我一个换衣带人 值得了 第2835章是时候给红颜电话了 今天的牌面 黑衣老者不出手的话 叶凡相信自己和铁木无越 能拼掉对方全部人 黑衣老者出手 叶凡也有信心废掉八成对手 叶凡语气不虚不及 却给人一种泰山压顶的威压 让铁刺等人眼皮直跳 听到叶凡的话 夏秋叶怒笑出声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望北茶楼在牛也是在燕门关 也是看我们沈家生存和吃饭 当初阿秀姑娘也是承诺的 茶楼绝不做伤害沈家的事情 一旦做了 沈家随时可以轰掉茶楼 叶阿牛 你对夏身长夏狠手 是严重地挑衅我们 你真当我们没人吗 真当我们儿郎死绝了吗 夏秋叶一声声力喝 不仅显示着强势 也让沈家中将失气大振 叶凡淡淡出声 夫人心里憋屈 那就放手一战 铁木无悦也笑了笑 我们几个能拉着你们这些精英垫背 也算值得了 铁木精也露出冷冽笑容 盯着叶凡和铁木无悦 叶阿牛 铁木无悦 你们很强大 我还相信你们能以一滴千 但我们依然不是你们能肆意欺辱的 十万边军 二十万铁木大军 还有万千子民的人心 就是你们不可对抗的洪流 你们也别动不动 就拿炸雷和炸物来威胁我们 铁木精也展示着强势 真触犯了我们的底线 我们绝对毫不犹豫 跟你们玉石俱焚 夏太极和子乐公主 他们也都一份填膺 表达着自己决心 铁木无悦闻言浅浅一笑 脸上带着不屑笑容 铁木精 你说得很漂亮 也很大意凛然 只是蕴含借刀杀人的无耻居心 你身边除了二十四个机甲战兵外 还有金布一 林素一和黑一老头壁虎 整个茶楼引爆 沈七叶他们必死无疑 你却有七成机会逃脱 你这所谓的同归于尽 也就是漂亮话 你有本事让金布一 林素一和躲在暗中的黑一老头 先滚出茶楼啊 说到这里 铁木无悦 盯向了戴着口罩的铁木战兵 林会长 怎么又戴口罩又伪装啊 堂堂下国武盟总会长 下国佛武第一人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见不得人了 他手指一点铁木战兵 不拆掉口罩露露脸 林素一没有反应 站在铁木精背后沉默 像是没有听见铁木无悦的话 铁木精身躯微微一震 没想到铁木无悦能一眼看出身边人 不过他还是哼出一声 见人 真是好狗 无时无刻不再挑拔 这时 唐若雪站了出来 声音带着一股子清冷 沈帅 铁木精 今天的事情就先到此位置吧 虽然我也看不惯叶阿牛 狂妄自大的样子 但下餐长被断一臂 使他咎由自取 如不是下餐长恼羞成怒 攻击神话他们 叶阿牛也不会出手反击 你们实在没有理由报复 给我最后一点面子 今天恩怨到此位置 有什么杀意恨意 十个小时候再算 唐若雪走到了双方中间 缓合着剑拔弩张 下秋夜文言脸色一尘喝道 唐若雪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沈家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我们敬你一生叫你唐总 不敬你 你跟路边的狗没什么区别 我们这么大诚意 把轻衣还给你 你却给我们毫无价值的胎记指证 我现在怀疑你们夫妻 联手刷我们 还有 我们已经查到 沈家的数字货币资产 是被你们递好洗了 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连你一起收拾 下秋夜把今天的憋屈 向唐若雪发泄过去 露大BV7 3 听到下秋夜这一番话 卧龙眼神微冷想要动作 唐若雪轻轻挥手制止 沈夫人 你们给我轻移 我给你们叶阿牛胎记 咱们算是对等交易 是你们自己无能 无法指证叶阿牛身份 不是我唐若雪 胡乱给一个胎记耍你们 我唐若雪现在算不上好人 但说出来的每一个字 都沉甸甸没有水分 我如果跟叶阿牛联手对付你们 我今天就不会只挣他 也不会让你们这样耀武扬威 至于沈家那一千亿 是叶阿牛聘请我 化解沈家危机的花费 我是拿你们沈家的钱 办你们沈家的事 这钱天王老子来了 都拿不回去 还有 我不怕告诉你 我又雇佣了六只佣兵 现在世界前十的佣兵战队 都在我手里 人数比不上你们沈家和边君 但打穿你们几个师毫无压力 对了 为了避免你们不给我这个 救过沈氏家眷的恩人面子 我还安排人做了后手 我刚才送走轻衣之余 也安排了几只佣兵出去 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 燕门关的粮库 油库和武器库会瞬间炸飞 唐若雪雨气冷冽 所以沈夫人收拾我之前 先想一想后果 此话一出 沈七叶和铁刺等人脸色巨变 铁木精也眯起眼睛望向了唐若雪 谁都没有想到 完全不入他们法眼的唐若雪 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粮库武器库出世 边军会非常艰难 特别是油库 现在雄国断油 油价吓死人 如被炸翻 战车都开不动 叶凡则一阵无语 聘请了世界前十佣兵战队 这女人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夏秋叶脸色难看 唐若雪 你要跟我们沈家作对 唐若雪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声音清晰而出 我来燕门关就是找轻易的 没兴趣跟你们沈家作对 我做这些事情 只是想要提醒你们好好 还我营救沈氏家眷的人情 同时也让自己说话有分量一点 免得被夫人当成路边一只狗 唐若雪偏头望向沈七叶 沈帅 今天这人情 这面子 给还是不给 夏秋叶还想出声 沈七叶却挥手制止了他 随后盯着唐若雪沉声而出 唐总是我沈氏家眷大恩人 今天这人情 这面子 我给 叶阿牛 看在唐总的份上 夏参长一事暂时不提了 但是要记住 十一个小时 也就是今晚十点半前 你们必须离开燕门关 沈七叶盯着叶帆喝道 不然力杀无赦 叶帆也针锋相对 我也提醒沈帅一声 今晚九点半前 你不让位 杀无赦 沈七叶气笑了 好好好 叶阿牛 我今晚等着你 我看看你怎么罢免我 怎么杀我 走 说完之后 沈七叶大手一挥 带着铁刺和下餐厂等人出门 铁木精也微微偏头 叶阿牛 今晚见 他也带着五元甲 和紫乐公主等人离开 叶帆也一丢手里的斧头 摆出死战到底的 太适合道 来人 一级戒备 擅闯茶楼者 杀 随后 叶帆望向了燕门关 是时候给宋红颜电话了 两个人 给宋红颜电话的